女人甚至都没看清男人的脸 就跟人家进行了一场友好交流 第二天连怎么回到房间的都不知道 一心想成为修女的她此刻懊恼万分 虽然不记得对方是谁 但昨晚的感觉倒也不错 而且紧后的烙印也平静了下来 这舒畅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 原来就在二十天前 皇室曾举办过一次狩猎大会 被弃的公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当她再次醒来 已经躺在了黑魔法师们的祭台上 魔神阿斯蒙蒂斯对她下了情的诅咒 之后她便变得不受控制 勒威林本是帝国最尊贵的公主 曾经的王妃母亲被处死后 她的世界就完全变了 因为母亲企图诅咒害现在的皇帝 因此她成了布里森特帝国被弃的公主 其实这么多年 她早已习惯了那些发生了180度转变的视线 可此时的她即便握着冷却时 身体还是像吞了火球一般燥热难耐 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的她 亮亮呛呛来到皇帝哥哥身边 要是身体不舒服你可以回去休息 可她却笑眯眯拒绝了哥哥的好命 因为此次出席的还有她的记录 也就是现在的王太妃帕梅拉 勒威林现在变成这副样子 大概率就是她害的 在世人面前她甚至连装都不卸装衣 言语间流露出的都是对勒威林的厌恶 今天不是庆祝比赛克公爵归来的任务 听到这勒威林满脸黑 瞪大着眼睛难以理性 看到勒威林这么惊讶的样子 她就放心了 我的女儿你也会欢迎赛克公爵归来 你该不会至今都因为她变你母亲的错误 而对她心怀不成熟的想法 失事的公主被太妃疯狂践踏 在世人看来这也正常 毕竟公主只是她的妓女 而且巴斯蒂安陛下没有厚死 公主是有资格继承王问 而母亲的事对勒威林而言是巨大的伤痛 勒威林搭了着脑袋表示自己不会那么多 她必须得妥协 因为这个女人就是想看到她绝望的样子 如果她现在逃走 妓母肯定会想尽办法继续折磨她 随着伴奏响起 埃蒙达特比赛克公爵道 在场的众人开始欢呼 为救国英雄比赛克公爵献上宋词 为公爵干杯 黑魔法师召唤的魔兽异常强大 此前没人对付得了 可这位年轻的公爵竟然做到 他不仅彻底清剿了黑魔法师的老头 甚至还找回了消失的圣剑 这时人群里却有人团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是我们特里斯坦团长更了不起 比赛克公爵穿越过人群 在殿前跪下 抬眼却是将视线锁定在勒威林身上 女人被他看得满脸通红 因为诅咒的关系 他竟然对那家伙有反应 不禁将手里的冷却石卧的紫紫 以这样糟糕的状态根本撑不了太久 因为失利了大功 皇帝亲自下场和男人起来 可这样的画面勒威林只觉得无忌 男人歪着头关心他的身体 勒威林气的眼皮抽动了不止三下 他怎么敢 于是他猛然起身 来到男人面前 皮笑肉不笑阴阳道 没想到公爵比我的母亲还要关心我是否安好 文言比赛克盯着他漠不作用 可其他人却开始数落起勒威林的不是 公主刚才是故意提到母亲的 公主殿下果然一点都没变 不恭喜拯救了国家的英雄就算了 居然还 泽泽 怕梅拉扑斥笑出声 连自己的母亲犯的错都不知道 众人的指责令他将在眼里 埃蒙达特比赛克是英雄 别搞笑了 比赛克公爵家是曾经最支持效忠母亲的家族 也是瞬间背叛母亲 把他诬陷成罪人的家族 他们仿佛从未支持过母亲一般 亲自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那天勒威林亲眼看着母亲在自己面前死去 甚至连他的弟弟也被离病驳逃 所有人都因他是被弃的公主而嘲笑蔑视着 此后他的人生过得连宫里的童子都不如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把他当成英雄 思索间脚下一阵亮枪 一股燥热席卷全身 再看看手里的冷却时 周遭的光芒开始消散 他必须得赶快离开这里 勒威林好野式地跑出大地 身体越来越不受控制 紧后的烙印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他无力地瘫软在底 大口大口喘着肤起 这种状态若是被人知道将会十分危险 思索间一道男生叫住了他 他在心里祈祷着男人不要过来 可不知何时男人已悄然来到身后 公主殿下你怎么了 他转头一把抓住男人的手扑倒在他怀里 男人摇晃着女人的身子让他清醒一点 却不由分说被女人压在了身下 我很想你 话因为落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男人被他撩得心脏砰砰跳 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来人的脸 而此刻的他只想做一件事 这时魔神的诅咒开始在耳边回响 不懂爱的可怜女人 让我来教你什么是爱 你今生都将为情而困 魅惑男人 不懂爱的乐趣的美人 我将赐予你魅惑的慈悲 你将感受到欢愉的快乐 男人用力按上他的脑袋 你别后悔 女人得了一种病 需要跟男人贴贴才能缓解 就在昨晚 女人的病情突然发作 于是他随手抓了一个路人打扑克 离谱的是女人根本不记得男人的整形 身为被弃公主的 他本来就被人们看不起 要是那个男人把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他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虽然男人昨晚承诺不会保命 但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不能就这么听信男人的话 毫无作用 于是他叫来了昨晚当职的侍女 将想问的问题问了一头 在得知是贾亚德骑士 亲自抱他回来之时 他眼睛瞪得溜圆 那个特里斯坦贾亚德 是帝国的第一骑士 同时也是王国直属红色骑士团的团长 是一位赫赫有名的高捷骑士 他说您昏倒在庭院里 还告诉我不要教育依赖 也不要声张 勒威林紧张的心脏砰砰跳 昨晚那个男人难道是特里斯坦吗 内心的直觉告诉他 男人应该不会做出那种事 但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就只能是他 得尽快确认一下 于是他将还在执勤的特里斯坦叫了来 很快男人就发现了不对劲 本应在守卫王族的当时 其实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与其他王族奢华的宫殿相比 这里过于荒凉冷清 此时礼店的勒威林早已恭货多时 作罢贾亚德骑士 听说昨晚我昏倒了 是你把我送回来的 再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特里斯坦进反过来 关心起勒威林一身 女人经的一个机灵 您吞赴我保密的内容 我也没有对外透露 听到这他更加确定了特里斯坦 就是昨晚来 可男人明知顾问的发言 引来了勒威林的谷 莫名的敌意让男人正问一声 以为公主是不相信自己 特里斯坦一本正经保证 公主殿下您别担心 我是骑士 骑士是王室的剑 以血蒙誓效忠王室 现实不会说话的 勒威林呵呵一笑 不会说话但会做别的 勒威林曾经羞辱过特里斯坦 他笃定男人是想抓住把柄 才做出了这种卑劣的事情 公主殿下您并未羞辱我 而是给了我恩典 可男人的真诚换来的 却是公主滔天的怒力 和我同床共诊是恩典吗 你应该拒绝啊 竟然给你你就痛快接受 身为骑士这样是不够格的 信息量太大特里斯坦 一时间难以消化 勒威林虽然现在深陷泥潭 但被区区一个骑士团长 侮辱至此也太过无奋 见男人不说话 勒威林提醒他保守秘密后离去 似是不放心 他又停下脚步步公道 你刚才说你是王室的剑 如果一把剑不知好歹的言人自举 可是会被丢进滚烫的火炉里 眼看公主就要消失不见 特里斯坦终于开口 公主殿下我没太听明白 我和公主殿下同床共诊 是什么意思 文言勒威林心里咯噔一下 他猛然转身死死盯着特里斯坦 不是他那到底是谁 参加着宴会勒威林却心不在焉 他眼神涣散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很快发现了那样 以为妹妹是又不舒服了 就想让他回去休息 却遭到了太妃的鄙夷 身为公主就应该保持端庄 在宾客们面前发呆真是太失态了 面对太妃的指责 勒威林一反常态说了声抱歉 是出反常闭眼妖 怕梅拉眼里闪过一丝猜底 这时比赛克公爵竟打起了圆场 我不介意 因为我知道公主殿下的身体不舒服 说话的同时眼睛看向了勒威林 这感觉真令人不爽 可皇帝哥哥还是很担心 让他回去休息 话因为落就被一条哈基里汪汪打断 挨压贝尼西奥地海洛艾丁伯尔威林顿 不能对陛下好 哈基里竟真的病了 勒威林离场太妃第一个不同 毕竟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表演 找到了找到了 那晚跟女人共度粮消的倒霉蛋终于找到了 被弃公主申重诅咒痛苦难耐 于是他随手抓了的男人打了扑克 可事后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人的脸 真是离离圆上谱一谱接一谱 宴会上皇帝宣布圣国会派佩特伦来 他们对剿灭了黑魔法师老巢的比赛克公爵很感兴趣 此次派佩特伦前来是教皇想要赐予公爵祝福 所谓祝福 是圣国的主宰者教皇可以授予的一种荣誉 大主教中也只有被选中的佩特伦可以赐福 如果受到了祝福 那么神的庇佑会融入他的身体 不仅身体恢复很快 不受小病小灾困扰 而且还会被认定为神的百姓收教皇手 你父亲在天之灵也会替你高兴的公爵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而已 明明是件好事情 可乐威灵却害怕得要命 他担心佩特伦会看出自己身上的问题 如果被人发现他跟魔神有关联 那么肯定会被处死 自从遭受了这该死的诅咒之后就诛事不顺 思索间乐威灵突然被淋 公主也觉得埃蒙达特公爵值得被祝福吧 当然我认为他是值得的 他不仅和前公爵一起逮捕了那个收买黑魔法师诅咒别人的论 而且在清脚黑魔法师方面也很有名 太妃丝毫不顾乐威灵的心情 自顾自在妓女伤口上大把伞 看到乐威灵委屈到颤抖的时候 他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将开心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心 就连他的亲儿子也觉得很树无 势力的是你们开始议论增赛 今天又有好戏看了 就连下人都敢当面嘲笑他 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比赛克直接忽视他的法文 鞠躬向皇帝道别 一样看不下去的皇帝并没有阻碍 反而答应了比赛克护送公主回住处的请求 一脸猛逼的乐威灵猛逼了一脸 怎么又扯到我了 比赛克一路牵着公主的手 直至来到一处无人地 乐威灵这才将男人的手很狠水开 无情模样令小狼狗委屈万分 你该不会是想听我说谢谢你了 别做梦了 我不需要你的关切 男人伤心的两眼发红 其实他也知道公主讨厌自己 可就是忍不住想要靠近 特里斯坦一路追到了这里 请允许我先送你回去 这时不甘心的公爵再次追了过来 怒狠狠瞪着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环视一周确定四孝无人后 这才小声询问乐威灵今天也要见公爵大人 乐威灵那么什么叫今天 灵那天不是也见他了吗 看着越走越近的男 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心 下一秒他瞳孔最伏 那个男人的头发是深刻色的 亲闻我的嘴唇长什么样来着 难道那晚那个男人是埃蒙达特 清醒瞬间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是谁不好偏偏是比赛客 他和那个人可是绝对不能在一起的关系 女人被青梅竹马求婚了 可他非但没觉得高兴 反而一脸厌恶 原来曾经的小竹马早已叛变 他甚至亲手将女人的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现在的他对男人只有满满的仇恨 原来就在几天前 被弃的公主因身体不受控制扑倒了一个男人 本以为那个男人会是送他回来的特里斯坦 哪料在他问出口后 特里斯坦惊得眼球都要掉出 不是他那到底会是谁 知道不得了秘密的特里斯坦正愣一睡 但马上他就时序地表示回当没听到 这件事情必须烂在肚子里 本来公主殿下的处境就岌岌可危 要是传到其他人的耳朵里后果不看设想 转念一想公主竟会将他误认成那个人 可公主殿下并没有未婚夫 那么到底是谁竞感 回想当时好像忽略掉了一个细节 那晚当值得他看到前面有一名陌生男人 而男人怀里抱着的分明就是高贵的公主殿下 于是他冲上前去质问男人是谁 为什么抱着公主殿下 闻言男人回过头来 你又是谁快快抱上名来 原来是埃蒙达特公爵 我是王室的红色骑士团团长特里斯坦贾亚德 您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抱着公主殿下 竟然遇到了大名鼎鼎的特里斯坦大人 我在庭院发现了公主殿下意识有点磨 便搀扶了他 然后他就晕倒了 我想把他送回住主 正好 尤其是护送公主殿下回去会比我送要好意 公主殿下要求对此事保密 希望你也可以协助 当时的他也没有想太多 等着公主应该是不想让人看见柔弱一面的想法 所以即便看到了公主不平时更无论 他也以为是发烧引起 在看到公主殿下比之前红种的变成时 他竟放肆地觉得很漂亮 还因此心脏砰砰砰 感官灵灵的他还感受到了公主身上 散发着一股甜蜜而魅惑的香气 可就在这时乐威灵醒了 要求他一定要保密后又昏睡了回去 如果是公主殿下让我保密的话 我一定会照做的 那天公主甚至都没跟他聊几句 就断定自己就是那个人 那看来事情是在他不知道杜芳是谁的情况下发生的 并不是自愿 确切地说 那个人是趁着公主殿下意识不侵占了他的品 想到这他眼神变得凌厉 埃蒙达特你怎么敢 于是他伸出手 将乐威灵布在身后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会保护您的 请站在我的身后 这一行为令比赛克十分不熟 这是什么意思 不准靠近公主殿下 比赛克轻裂地冷喝一声 摸不清对方来意的乐威灵心乱如麻 难不成母亲还不够 还想要处决我 还是他发现了烙印的存在 还不如那个人是特里斯坦 封他的口反倒更容易一些 一时间他竟有些不知所措 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 比赛克开始酸言酸语 本来还想跟他沟通一下 这下看来男人是不会配合 索性破罐子破甩 特里斯坦你可以送我回住处吗 下时间男人促谈不翻了一顶 那时候实在太着急就不一样 不然他就会惊受死一样的故 只想着先解决燃眉之急 本以为跟谁都没有关系 可没想到 这个结果还不如死了 因为一开始是自己先诱惑的 所以他并没有埋怨对方的意思 可如果对方是埃蒙达特比赛克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和那个人绝对不是能在一起的关系 思考间却被男人叫住 可女人并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 比赛克黑着脸睁了一瞬 乐威灵我想和你聊聊 这个称呼不禁令他想到比赛克小时候 眼神固游地揉下了几分 不要再对公主殿下无礼了 但很快乐威灵就清醒过来 请不要用这种无礼的语气比赛克公爵 毕竟我们已经不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了 看来你忙着青角黑魔法师 已经忘记了王室的礼别 很抱歉公主殿下 不过对于内外的事 我有话要和你说 乐威灵明显颤抖了一下 但嘴上还是要强地表示跟他无话可说 眼看乐威灵就要离去 比赛克终于鼓足勇气 我本想在更雅致的地方 按照王室的礼别和你说 可你不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就只好在这里说了 公主殿下 我想和你订婚 话音当落乐威灵如遭晴天霹雳 局外人特里斯坦也一脸难以置信 这个人是疯了吗 转头就看到了男人的认真点 这回没办法 于是他将特里斯坦支走 比赛克公爵你和我去温室谈谈吧 那晚女人扑倒的 竟是曾经的青梅竹马 就在刚刚 竹马竟向女人求婚了 因为母亲的死 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关系 可男人似乎并不这么想 于是乐威灵将特里斯坦支走 单独约比赛克聊聊 一路上女人对她的态度都无比勉强 比赛克百思不得奇迹 你的身体还好吧 那天我本来想亲自送你回去的 但你让我对那件事不容易 所以我没能送你 文言乐威灵转头怒动了她一年 你刚刚说想和我订婚 是的我想对我们的关系 没等她说完 就被乐威灵一阵狂笑打断 她的笑容扭曲而争鸣 让人不寒而令 不过是一夜欢愉而已 你就想要和我订婚 看来你还是个涉事上前的单纯笑语 扎心的话语经的比赛克正好 你搜过我是你的第一次吧 没想到你这么浪漫 竟然要和第一个女人直接订婚 一阵疯狂嘲讽 乐威灵猛地沉下脑子 埃蒙达特可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 竟还痴心妄想什么订婚 想到这他牙齿咬的歌之前 他绝不会原谅眼前这个男人 哪怕只是那么一衰 如果可以 他恨不得将男人千刀忘录 所以你的意思是 那晚你对我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文言乐威灵嘴角疯狂上扬 真是傻得可以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上你了 笑话 看着男人目瞪狗呆的嘴 他笑得越发癫狂 如果你想把我们的事情公之于众 那随你便 不过公爵阁下和落魄公主之间的仇 这大概能让你之前获得的荣耀毁离一旦大 女人的嘲讽让他坚守的城墙顺便坍塌 所以他这是在玩我吗 沉默片刻后 比赛课终于再次开口 公主殿下你真的变了好多 乐威灵咬了咬嘴唇 岁月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接下来两人相看无语一夜 但是 也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化的 他撩起乐威灵的一鱼头发 低头深深吻地下去 随后抬眼对上女人的门 再见公主殿下 忽然的举动令乐威灵不知所 看着男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回想刚才男人的举动 他无比嫌弃地拍了拍那里 要不还是把他剪划 这种厌恶的感觉甚至持续到了第二年 这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是侍女洛莎林 来得正好去给我找把主 相比这个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 听说埃蒙达特公爵要在王都定居了 其实勒威灵一点也不好奇 毕竟他可是帝国英雄 当然要在王都生活了 可洛莎林后面的话才是重点 比赛克居然说定居王都 是因为心里有公主殿下 勒威灵气的眼皮抽动了不止三下 这是什么鬼话 而且刚刚公爵还宣称 要正式维护公主殿下您呢 也就是说公主殿下您现在 也拥有了坚实的靠山 维护的意思不就是说 只要你喜欢我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护着你吗 真是好久没有听到维护宣誓了 说话的同时身体兴奋地扭成了麻花 经常有从维护发展为夫妻的情况 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开始着手 准备公主殿下您的婚礼 听到这勒威灵也没有一点欣喜的意思 他早已想到比赛克不会善罢甘休 但没想到竟会将事情搞到这个地步 握着梳子的手下意识紧了紧 埃蒙达特你这个疯子 隔天勒威灵受皇帝邀约一起吃早餐 话说为什么公爵想去维护 该不会你和他同想就私定好终身了吧 勒威灵马上就否定了皇帝的威胁情法 我还是像之前说的那样想去修道院 我也不奢求任何东西只想逃离着 可皇帝并没有在这方面怀疑他 只是有些生气 他以为妹妹之前就与埃蒙达特定好终身 但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有种受到欺骗的感觉 听到这 勒威灵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候 以为妹妹是生气了 巴斯蒂安急忙解释一谎 我并没有生气 反而很感谢您愿意相信我 思索再三皇帝还是问出了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 勒威灵你是真的不喜欢埃蒙达特定 勒威灵又有疑惑 哥哥不是知道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吗 为什么还会这么远 听到了肯定的回答 巴斯蒂安这才露出了满意笑容 花坛里的玫瑰是哥哥您为我种的吧 文言皇帝脸刷得红了一片 玫瑰什么玫瑰 这事我不知道 说完害羞地憋过了头 那我就先回去了 在勒威灵看不见的地方 皇帝正恋恋不舍地盯着他离去的背影 走在长廊上突然传来一阵犬吹 是太妃养的哈基米 回头就看见帕梅拉一行人浩浩荡荡朝这边走来 本来还祈祷着今天千万不要碰到她 现在庄没看见直接走还来得及吗 答案当然是来不及 拜见母亲 想来她应该因为埃蒙达特的事气急败坏了吗 即便我是失势的公主 但如果我和强大的比赛克家族联姻某 我的势力便会得到大幅的更强 这样就会对巴斯蒂安和帕梅拉造成威胁 趁着这个机会 你不如就和埃蒙达特结婚吧 出乎意料的结果惊得他正愣一顺 勒威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还想解释一下事情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 可太妃却打断了他的讲解 你们直接结婚算了 你不是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吗 如果是埃蒙达特公爵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放心地将你托付给他 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归谱 独留勒威林一人在风中凌乱 帕梅拉的反应和他预想中完全不同 他不是最希望我去修道院的吗 忽然间一个可怕的想法涌上心头 难道他又在打什么坏主 虽然不知道他有什么意团 但不管是什么 能顺利结束对话也算是万行 回到住处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了他的视线 平时荒无人烟的宫殿 今天是你的人数净多了我对固执 原来是比赛客给他送了一屋子的礼物 万人敬仰的帝国英雄私下竟是一条田狗 不仅求婚被拒 还惨遭花式言语侮辱 可他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抓起女人三年未洗的头发青了下去 这一行为成功将女人恶心住 拿剪刀来 我要剪了这撮爱眼的头发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乐威林回到住处却发现不对劲 平时对他必而远之的是女人 此时静公公静静凝接着他的到来 原来田狗比赛客给他送了一屋子的礼物 没见过世面的士女们差点闪下了狗眼 当事人乐威林表示十分无语 看来得确认一下里面都放了什么 来人打开看看 第一个箱子就不得了 里面是王都近期最火的设计师设计的连衣曲 一般人即便能预约上也得三年后才能拿到 预示不要慌 再开一个试试看 魔光刻花法加工而成的红宝石二环 独特的手艺让宝石发出了不同层次的光芒 马上有请第三位箱子闪亮登场 里面是玫瑰花束和玫瑰香水 田狗不仅知道靠金钱取胜 居然还懂得浪漫 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 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箱子 拆得满头大汉的士女已经没有了先前的确议 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个会非常厉害 果然 只一眼她原地生鲜 产自一国的一千克拉红宝石手链 侍女眼馋地吞了不止一斤猴子 看起来非常贵啊 这种宝石我还是第一次见 公爵阁下一定是真心喜欢公主殿下 的确 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宝石更适合表达 而且买这个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 不久后这件事就会在帝国传开 角落里一封不起眼的信吸引她的事情 公主殿下你好 你收到我送的礼物了吧 我挑选的都是王国里最珍贵最美丽的东西 应该不会不合你的心目 毕竟我对你的喜好非常了解 以后我也会对维护你的这句话负责的 希望公主殿下也可以尽到你的责任 好家伙 感情内涵她贪图富贵呢 你们现在就把这些还给她 突然间她想到了什么 难道这都是帕梅拉和比赛克两人串通好的吗 所以帕梅拉对这件事的态度才这么温和 一向打压她的继母 竟会同意她嫁给有权有势的公爵家 莫非是打算娶到手后将她软禁起来 牵势她 让她饱受一辈子的痛苦 为了能坚持到满25岁去修道院 只有去圣国这件事一定不能放弃 我要反抗 不能受他们改变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午 两辆满载物资的豪华马车出现在了平云区 华丽的样子与这里格格不落 紧接着从车上走下一位美丽的贵族小姐 女人当众介绍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勒威林雷文布里森特 陛下和比赛克公爵大发慈悲 委托我来给予你们恩惠 一声令下红色骑士团开始分发物资 人们也开始有秩序排队领取 这时特里斯坦告知他十五以准备就绪 原来勒威林把公爵送的礼物 全部兑换成了普及物 他既不想收下比赛克送的礼物 又不想一点损失没有归还以后 得让那个男人明白一个道理 轻易将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别人 可是会吃大亏 此时两名骑士竟偷起来 还质疑公主这么做指示在作秀 忽然命运的后脑勺被同事击中 这一击差点就见到了太难 谁呀这么不长眼 看见阴沉个脸的团长顺激 他们想死的心都有了 长了眼睛就要好好用 公主殿下要是闲脏会这么做吗 只见勒威林蹲在地上给一个脏小孩擦脸 还轻易地在他脸上揉了揉 此情此景看得两人直接压麻呆住 一般来平民区的贵族只会准备食物 因为在他们看来解决饿肚子问题就已经尽力了 可这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 公主甚至连这一点都考虑到了 你们看人的眼光比我还差 另一边的勒威林却犯起了 他本以为准备已足 但现在看来好像还是不够 那个红宝石要是再多一颗拉着好 这时身后一道陌生男生叫住他 只一眼他就再也一步开影 来人的长相十分令人惊艳 阳光般耀眼的白金长发 与光洁白皙的皮肤浑然天成 四子水晶般的眼睛 加之那优美的现象 简直就是天使般的存在 初次见面了威林公主殿下 我是侍奉教皇剩下的第四个佩客人 艾勒尼尔 女人收到价值连城的红宝石手链 不仅不高兴 甚至毫不留恋将其变卖 买了满满两码车的物资 以男人的名义捐去了平民区 原来男人几天前夺走了他的第一次 还亲手将女人的母亲送上了断头台 就算他现在还没有能力将男人千刀万挂 也要让这个自以为是的人退从体 得知此事的比赛客公爵非但没有生起 反而疯狂嘴角上扬 可在得知是特里斯坦跟着公主一同前往之时 男人醋坛子翻了一地 回想特里斯坦曾当着他的面将公主固在身后 这分明就是男人的占有欲在作怪 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呢 本来他从来都没敢奢望 能够解决他们之间的所有矛盾 可那晚在听到乐威林亲口说出 我很想你之时 一直坚守的那堵城墙轰然坦塌 原来你也想回到像从前那样啊 那时的他感到无比幸福 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 然而当他再次见到心心念念的人 那人对他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人突然地转变一时间令他难以接受 不过也对 那样悲痛的过往任谁都不会轻易忘记 虽然能够理解女人想要羞辱她的心情 但非要用那种方法吗 到底是你变了 还是你的心变了 你真的是在故意演戏给我看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真是有些可怕 此时的成交 乐威林邀请佩特伦一起回宫 本以为能成为佩特伦的人 会是个古板六年老的彼此 没想到竟会是这么年轻的帅小伙 男人去平民区晃悠一圈 竟恰巧遇到了尊贵的公主殿下 看来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对那些不幸的人而言 有像公主殿下名一样的人 存在是他们的东西 一顿凯虹屁吹捧 瞬间拉近两人距离 于是乐威林坦白地想去侍奉神的心愿 艾勒尼尔争了一睡 您是说想进入我们教团的修道院吗 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 她陷入了沉思 可男人的漠不作声 被乐威林理解成了无声的拒绝 也是 毕竟她的母亲是被处死的王妃 她可是曾经利用黑魔法师 祖宗现任国王的人了 因为这件事 她就连去教堂都会被赶走 就算为其他信徒们着想 也请您多多体谅一下 连教堂的使徒都那样 更何况是圣国的佩特伦呢 她肯定对黑魔法师更反感到 想到这她失落地低下了头 艾勒尼尔看穿了她的形式 马上表明自己从没这样想过 反而非常欢迎她这样的人进入修道院 代替自己的母亲赎罪 这将是一段多么美妙的佳话呀 她本以为公主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本以为她会活得更加自由一些 毕竟那里居数太多 这话虽然有些冒昧 但您要是永远被困在那里 就太令人惋惜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如果让您感到不愉快的话 真是抱歉 温暖的话语听得勒维林翘脸微薄 她已经好久没有感受到 别人这样的好语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他们已经抵达了网友 特里斯坦前来接驾 将您安全送到请殿是我的侄子 艾勒尼尔跟公主友好道别后离去 勒维林悬了一路的心这才放下 幸好佩特伦没有察觉出 她身上的烙印 正想着这烙印应该不会再发作了吧 突然被身后的特里斯坦叫住 公主殿下 您要不要严抓一下 护卫骑士的组织纪律 每次我来别宫时 都发现没有护卫在您的身边保护您 我非常担心您的安全 特里斯坦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即使曾经遭受过勒维林的侮辱 也还是尽职尽责 甚至还担心他的安危 但越是这样 就越是不能跟他有更多的来往 于是勒维林说出许多违心的难听话语 目的就是要特里斯坦知难而退 这一幕刚好被多嘴的事你们看了去 他们甚至肆无忌惮谈论着公主 声音之大 就算回到请殿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 她咬紧牙关 所以就这样继续讨厌我 因为这就是我的目的 那么这次特里斯坦也应该会讨厌我 纸鹰长得太丑 女人被魔神落下情之诅咒 就在刚刚 她的诅咒再次发作 这次安抚公主的任务到底会花落谁家 是痴情多金的青梅竹马 还是憨厚老实的忠诚骑士 亦或是表面温柔帅气的副妃佩特伦 神圣庄严的祝福仪式上 艾勒尼尔作为神的仆人 为帝国英雄埃蒙达特比赛克献上祝福 受到了赐福 就将受到神和教皇的保护 而且身体的恢复能力极强 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只有当事人知晓 从佩特伦手上发出的圣光高贵而美好 纯净的似乎能让一切肮脏污秽不敢靠近 仿佛听到了勒威林的心声一般 艾勒尼尔突然跟他对视了 只一眼一股熟悉的感觉在体内动发 勒威林开始浑身发烫燥热难耐 一股酥麻的痛感从烙印出蔓延至全身 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当场实话 本以为已经消失了的阿斯蒙蒂斯烙印 竟然又出现了 心思缜密的哥哥很快注意到妹妹的一样 不舒服的话就提前离开吧 可勒威林此时正努力抑制那股烙热 根本无暇顾忌哥哥的关心 这种经历有过一次就够了 怎么突然又这样 随着一阵耀眼的强光过后 赐福仪式接近尾声 神圣的蓝光将比赛克包围 发出阵阵刷了声 当他再次睁眼 内心一片寂静 赐福仪式完成 从此以后 神的力量将长扮你的鼓 比赛克回忆微笑 非常感谢神的恩祖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仪式结束的第一时间 比赛克就急忙回头寻找乐威林的身影 哈哈找到了 刚好跟乐威林的眼神在空中交汇 下时间他不受控制的心脏碰碰跳 因为四目相对的瞬间 他居然有反应 难道我要一直受 阿斯蒙蒂斯烙印的支配生活下去吗 那岂不是一辈子 都要做一些不情愿的事 想到这他头也不回答他跑远了 这样的行为 在外人看来 就是直接无视了 维护他的公爵大人 也令刚刚才接受了 祝福的比赛克心里 十分不适自卫 趁着圣国祭司们参观宫殿的间隙 比赛克追逐着 那抹心心念念的身影 一直喊公主殿下女人 都无动于衷 直至男人喊了乐威林 他才猛然停下脚步 这种正式场合大家都看着呢 你就这么无视我了 对外我们可是同一个阵营的呀 眼看乐威林没有理自己的意思 他又自顾自找话题 试图引起女人的兴趣 撑不了太久的乐威林 终于发生打断 拜托你把我当成陌生人一样对待了 那才是真的为我好 突然的疏远令比赛克正愣一瞬 而此时的乐威林 一心只想要回到卧室 再这样下去 他会坚持不住的 我做不到 你明知道我无法把你 当做陌生人的乐威林 要说这个他可就不乐意了 五年以来男人让他饱受排挤 事到如今又来装什么装 忽然一个大胆的想法涌上心口 难道你和那个骑士团长看对眼了 这跟你没关系吧 我只想安安静静不认 别跟过来不要再靠近我 文言比赛克一阵无语 强忍着内心的不甘 他末地追上前去 如果这就是你想了 那就对我下达命令吧 突然的靠近让乐威林吓了一跳 快点下达命令吧 我的公主殿下 此言一出 紧后的烙印散发出新红的光芒 即将失控的他一把 挣脱了比赛克的进步 可逃离还不过一秒 又被重新捉了回去 就在此刻 理智的线轰然断裂 紧后的烙印闪烁着诡异的血红 坏了 这下是真的失控了 比赛克温柔握住他的手 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席卷全身 突然的身影惊得男人眼球都要掉出 乐威林慌忙捂住嘴巴不让他发声 乐威林你怎么了 你还好吗 是哪里不舒服吗 乐威林你抬头看着我 这样下去又会演变成那玩意 可现在的他根本不受控制 再次睁眼他的同色 一个魔神一般 内心的渴求驱使着他向男人靠近 女人被厄运缠身痛不欲生 此时的他迫切需要男人拥抱缓解症状 于是失控的他一头扑进死对头环 他惊讶的眼角带眼 他兴奋的嘴角带笑 看来是在打情骂俏 这时一道熟悉的男生不合时宜想起 女人诡异的同色瞬间退去 恢复理智的他连忙松开了咸猪体 被打断了好事的比赛克一脸不爽 转头就见一个绝美男人狂狂来 手上的十字架散发着圣洁光芒 原来是圣国来的佩特伦大人 这令比赛克无比诧异 佩特伦不是在为他赐服之后就去休息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 本不应该打搅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 但他有事要拜见公主殿下 家人们谁懂啊 失控行为竟被理解成情侣之间的打情骂俏 勒威林慌张解释着他们并不是恋人关系 我知道 我就是来为您解围的 突如其来的阴阳气的比赛克直翻白眼 于是爱勒尼尔一个剑步挤到两人中间 公主殿下可以跟我喝杯茶吗 早就想逃离这里的勒威林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爱勒尼尔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独留比赛克一人在风中凌乱 您稍等一下茶马上就好 可能是因为房间太暗的人物 勒威林总觉得男人看起来和平是不太一样 甚至比一般的美人还要漂亮 肆无忌惮的凝视被男人察觉 他冲女人扯出一个招牌威胁 这一举动成功将好不容易压下的举座唤醒 一股燥热自警后席卷全身 幸好只是初级阶段 不出意外的话是可以忍住 今天上午是他第一次见到那么洁净又明亮的光芒 从这光芒中他感受到了神的奇迹 能切身感受到佩特伦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也令他十分荣幸 他真的很羡慕埃蒙达特公主 爱勒尼尔眼睛笑成了月牙 那要不要我也为您赐福呢 文言勒威林正愣一顺 原来只要佩特伦判断可以就能随时赐福 只不过非正式程序的赐福不能得到圣国的保佑 但您的身体没关系吗 根据他以前所学到过的知识 再厉害的佩特伦在赐福之后 也会在短时间内不能使用胜利 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理论在埃勒尼尔身上并不使用 因为他是所有佩特伦中胜利最强的一个 只要他想随时都可以施展赐福 只见他起身朝勒威林走去 这是我向您表达好感的方式 好感是他理解的那个好感了 所以您不要拒绝 安心接受就好了 虽然很感谢但一定要靠这么近 原来赐福需要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上 但男人又不能让公骨跪着 埃勒尼尔的温柔让他心脏砰砰跳 下一秒男人将手放到他的额头上 煞时间一阵圣洁光芒自指间动发 这股光芒一路向下 直至来到博梗铺 魔神的烙印在此刻发作 一阵一斜两股力量在女人体内相互冲动 比平时强数百倍的疼痛贯穿全身 他扑通跪倒在地 湿痛的眼泪哗哗 看着面色朝红大口喘着粗气的功 爱了尼尔俊梅微条 看来有人跟您开了很过分的玩笑 勒威林狡辩着只是单纯的身体不舒服 请求男人将他的侍女带进来 可男人并不打算这样的 他一下就猜中这是魔神的烙印 而且属于非魔法兵的高阵魔法 凝聚了阿斯蒙蒂斯的力量 这是秦的诅咒 只有跟男人同床共睹 才能让烙印平静下来 女人现在迫切需要男人的一个拥抱 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 他毫不犹豫将手放了上去 可残存的理智马上提醒他不可以 绝对不能对佩特伦做出这种事 得马上离开这里才行 可这时却传来男人魅惑的声音 需要我帮您吗 这样您就不需要找是女了 我可以帮您的 为表达好感 男人私自决定为女人赐福 可好心的举动却让女人苦不堪言 原来神圣之福与女人体内的魔神力量产生了排斥 两股力量相互冲撞 这意味着女人要承受比平时强百倍的疼痛 此时的他迫切需要男人的拥抱才能缓解 可面对现成的男人 他却下不去手 只因爱勒尼尔是圣国的祭司 是绝对不能质染的存在 可圣洁的祭司竟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他到底该如何抉择 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失去理智只剩下动物的本能 即便勒为零万分不想变成那样 但只有对祭司出手这件事绝对不行 残存的理智支撑他摇晃起身 不管怎样得先离开这里 思索坚守却被男人牢牢拽住 公主殿下 您现在离开这里的话会很危险 可他要是留在这里会连累到爱勒尼尔 他不想男人会被迫去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 祭司和某国公主有染的事情要是被传出去 不仅男人佩特伦的地位会回忆的 而且他还会被大家戳着几辆的淫漫 与其这样不如去找别人 文言男人邪魅一行 一步一步朝女人走 要是我说 我并不介意呢 您都那么难受了 竟然还为我考虑这么多 话因为落大手俯上女人的俏理 放心吧我没关系 我并不忌讳和异性同床共枕这种事 此言一出勒维林CPU直接干冒烟 怎么会 您可是圣洁的祭司啊 为了公平起见 爱勒尼尔毫不避讳将自己的秘密与女人分享 其实圣国的领袖便是他的父亲 信息量太大勒维林被围了个外交里面 原来按照规定 作为祭司 其一生都要守住自己的真迹 可爱勒尼尔经说自己是被教皇藏匿起来的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发生那种事对我完全不会有影响 顶着张天使脸静说出这种不知羞耻的话语 乐维林一时羞地憋过了头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我 与其这样出去找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您还不如和我在一起 看着男人诚恳的模样 内心坚守的诚诚开始动摇 此时魔神的烙印发作升级 他痛苦地惊叫出声 浑身的力气被瞬间抽干 他无力地瘫软在地 此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魔神的残影也开始在脑海浮现 炽热的感觉令他快要暴体而亡 他害怕得止不住颤抖 眼看形势不容乐观 艾勒尼尔出声提醒 终于 冰死的恐惧感令他坚守的城墙轰然坦坦 艾勒尼尔帮帮我 文言男人扑通跪倒在地 现在的您好似一只痛苦的神明 话音刚落在女人额头轻轻印下一吻 抬起女人的下巴迫使其余他对视 此时安静地只能听到对方心跳的声音 能让我有幸见识到您这般的感望 是我的荣幸 男人熟练的程度简直比艾蒙达特有活之而无不及 这种重要时刻女人竟当着她的面出神 她不理解 原来男人胸前的十字架无时无刻都在提醒她正在犯规 似是心有灵犀一摆 女人的想法成功将男人逗小 您真可爱 现在请您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两个人身上 我现在就帮您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下属有事来找艾勒尼尔 竟发现他身旁躺着一位小女 本来还那么男人最近很少这样 没想到他竟才来王国第一天就又犯了老毛 要是让艾伦大人知道又该妥妥 彤不会跟女人躺同一张床的人 今天竟跟那个女人待到了天亮 好奇心驱使宗毛想一睹女人的方楼 可爱了尼尔却拉起被子将女人包了个眼屎 他阴沉的脸死死盯着不要命的男人 点头示意他赶紧滚 宗毛吓得说了声报欠火速离去 要是无视男人的警告估计他会变得很惨 曾经也有人因为他美丽的外表和亲戚的语气而觉得他好气 但现在那些人的尸体都已经堆积成伤了 男人天使的面孔之下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神圣纯洁的佩特伦大人 昨晚竟跟异性同床共枕了 可按照规定 作为祭司一生都要守住自己的真结 原来上梁不正下梁歪 男人的父亲居然是圣国的教皇 从小的熏陶令他也成为了父亲那样的人 世人只知爱了尼尔是教皇性爱的佩特伦 可他更是能操纵黑魔法师的叛教者 纪律松散的叛教者组织令他十分不满 不仅被一个乳秀未干的公爵端了老仇 而且还瞒着他召唤了魔神阿斯蒙蒂斯 对一个涉事未深的公主下了诅咒 看来是时候展现一下神的威严了 文言宗毛瞳孔咒说 这话的意思是要借着圣国的名义开始残忍 原来帝国还有一些没有归顺爱勒尼尔的黑魔法师 而他们正在王国里心中落浪 所以爱勒尼尔此次来布里森特唯一的女 就是对那些人进行惩罚 离开之前你先去找些衣服 我指的是旁边这位要穿的衣服 就在这时勒维林醒了 刚刚还说要大开杀戒的人马上换上温柔瘤 这变脸速度强多不服就服你 当勒维林再次醒来已经回到了自己 奇怪的是他对怎么回房间的毫无印象 就好像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来 身体也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虽然他很想将它当作一场梦 可身体炙热的感觉和烙印都消失了 而且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是自己的 还有锁骨上的痕迹 这次和另外一个男人又度过了一夜 他感觉自己真的成为了一个行为不停定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的对象是佩特 要是闹出丑门 他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所以他肯定会极力隐名这件事 叫黄丝生子的这件事 是他为了和我同堂共转而说的谎话吗 就算是谎言也太过荒谬了 估计他是为了让我安心才这么说的 想到这他忽然顿着 回想昨晚的触感感觉还不错 可马上他就被这种危险想法吓了一跳 因为上一次他也觉得比赛可不妥 如今真的变成了没有负队感和退救 不一会儿艾勒尼尔邀请他共进早餐 本应该潇洒离开的人 现在竟然平退了仆人 单独和他吃饭 就算是故意 也要跟他保持距离才对啊 但男人现在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是恋人一样 在不知道男人真正的意图之前 还是和他划清界限比较好 乐威林想知道今早他是怎么回请殿的 可艾勒尼尔却迈起了关子 表示要两人更亲近一些才告知于他 他不懂还有什么事能让他们变得更亲近 女员的提问让艾勒尼尔争了一顺 不一会儿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会有很多的呀 您不是说要来修道院吗 可乐威林明显不是那个意思 虽说以后他们还有机会见面 会在距离上变得更近 可他并不想他们的关系会变得更亲密 我今天应邀前来 是想为昨天的事道歉 希望您不要有因为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 关系就变得不同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 我们就当昨晚的事没有发生过吧 话说出口的瞬间乐威林无比坦 因为男人一直笑蜜蜜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 艾勒尼尔死死盯着女人默不作声 两久踏踏踏缓缓开口 乐威林明真是浑身带刺了 话音刚落猛地起身 静止朝花圃走去 因为公主在王国里所遭受到的待遇 她也能理解女人无法相信别人的心情 但这世上还有一种只是单纯帮助的被称为善意的感觉 您虽然数起次 拒绝寻求帮助 也不想让人靠近 但是真的独自一人的时候 您也会因为没有人能依靠 没有人能诉苦的空虚而占领 心思被看破 乐威林心里华过一股能 终于有个人能理解自己了 她身上的烙印是黑魔法师 也是侍奉恶神的叛教者的特效 所以她肯定需要埃勒尼尔帮助 毕竟对于侍奉神的祭司而言 把黑魔法师连根拔起也是重要的职责所 我并不是以昨晚的事和说过的话为借口跟您攀关系 而且我也不想这样 作为圣国的佩特伦 作为对您产生好感的人 请允许我帮助您消除烙印 面对男人的正式邀约 乐威林大脑荡机震愣在原地 难道是自己太过敏感 对昨晚的事反应过度 身为圣国的神官 埃勒尼尔不可能跟帕梅拉有所勾结 可明知道这一点的她还是不敢接受 我发誓 我不会向公主殿下提任何要求 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文言埃勒尼尔瞥眼思考骗了 因为我从前就对公主殿下很好奇 这话听得她一脸问号 难道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很开心吗 气鼓鼓的模样如河豚一般 成功将男人逗笑 您就当是这样好吗 随后他们来到了图书馆 翻阅关于阿斯蒙蒂斯烙印的相关资料 在得知了乐威林第一次发作 竟坚持了20天时 爱了尼尔金的嘴巴能塞鸡蛋 原来忍那么久十分危险 据他所知 烙印的周期大约是10到15 在烙印显现之后大概能坚持视频以后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烙印与神圣历史相可 阿斯蒙蒂斯的烙印就和阿斯蒙蒂斯一样 一旦感受到了圣灵的力量就会开始反击 而且在比赛克接受赐福的时候烙印的显现 也就是说间接接触也很危险 好在烙印只有当事人 黑魔法师高级神智人员 以及佩特伦级别的祭祀才能看 因为这烙印是由神克下的 所以只有神才能消除 然而圣神多年为此启示 现在没有可以使用圣灵之力的人 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安抚烙印 并同时寻找消除烙印的办法 其实结婚也不视为一种好方法 虽然前段时间比赛克向他求婚了 但他们是绝对不能在一起的关系 看来您没有这种想法呢 可以问一下公主殿下受到诅咒的地点和时间吗 大概是一个月前 王宫举办了一场狩猎大会 原来如此 我去找找办法 暂时会离开王宫一阵 但我还会再回来 如果烙印又出现了 请随时给我写信吧 男人离开不过一分钟 女人就已经开始想念 只因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在离开时会跟他约定还会回来 虽然日后男人也有可能会背叛 离他而去 但就目前看来 男人打消了他一直以来的各种顾虑 原来把困扰的是倾诉出来时这种感觉啊 是比赛克公爵 昨天煮熟的鸭子飞走令他十分不爽 于是他大清早就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乐威林 他本来想要邀请女人一起吃早餐 但女人已经跟佩特伦大人吃过了 于是他大清早出坛子翻了一地 明明和祭司大人才认识不久 怎么关系就这么清静了 见状乐威林气死人不长命般露出灿烂笑容 一本正经回答是 我们关系挺好的 我们非常合得来 文言比赛克气得快要原地爆炸 就因为他年轻 还是因为他长得帅 乐威林无了个大语 这样说未免太没礼貌 况且不管是和佩特伦大人见面 还是和骑士团长见面跟他有何干系 原来男人还是不放弃想要跟女人结婚的念头 文言乐威林吃笑出声 那你就自己想吧 不过有一点他确实很好奇 有权有势的公爵大人 为何要和一个被抛弃的公主结婚 原来比赛克只是想履行他们曾经的约理 和那种小时候开玩笑说的订婚 不要说就连正式的文书动认 即便是有他们之间也绝无可 他们的关系早在比赛克家族背叛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公爵阁下 我劝你结婚对象还是找别的好姑娘去吧 还是说你为了快速恢复家族的名声 正在和谁密谋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原来比赛克公爵家族是布里森特王国的开国功臣 也是五大名门妄独之一 他与布里温公爵家族比肩 但在乐威林的母亲被处行之后 比赛克家族因曾经支持过先王妃 不得不把一半的土地交还给国家后返乡 此后比赛克家族就销声匿迹了 五年之后 埃蒙达特比赛克成为了新的家主 而且还获得了王国英雄的称号 并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乐威林猜测他肯定想趁势一雪前耻 说不定为了证明自己对王国的忠诚 他还听命于帕梅拉 这是要把曾经是青梅竹马的我当作成功的捷径啊 思绪被男人突然的发声拉回现实 虽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不是你想那样 我只是想遵守我们曾经的约定 那个很久之前和你一起许下的约定 已经令乐威林有了些许错误 此后两人一阵相看无语一夜 见状比赛克挠了挠头自嘲的 看来你真的不记得 为了彻底断了男人的念想 他学着小时候的样子 突然弯腰对上男人的视线 喊了一声埃蒙达特比赛克 突然的举动惊得男人震了一顺 小时候乐威林的样子浮现在脑海 埃蒙达特比赛克 我们约定好了哟 想到这他鼻子一酸 你还记得 原来你还记得 他兴奋的眼角带泪 他悲伤的嘴角戴小 我恨你 说话的同时露出的 却是男人从不曾见过的绝情 此时他只觉得 周遭的空气都被抽干了 窒息得他快要死掉 所以既然你决定要留在王都 那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 已经结束的缘分和约定 就不要再没完没了的辩解了 走了两步他又忽然停下 就算我们之间有过什么约定 在这五年里 我也都忘记了 所以也请公爵大人都忘了 听着乐威林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比赛克的情绪在此刻爆发 他咬紧牙关问出了 一直困扰的问题 所以 所以你和那家伙在一起了吗 突然的发问 令女人当场释话 乐威林猛然回头一脸难以置信 这件事比赛克怎么会知道 可明面上他还是努力保持镇定 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你昨天晚上不是和佩特伦在一起吗 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你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原来男人安插的眼线 只负责向他报告王公的消息 并没有监视公主殿下 但眼线却说了没看见公主 从佩特伦房间里出来 所以说 你到底有没有跟他同床共枕 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到帕梅拉尔多人 于是他强忍住恐惧扯出一母邪校 你可真能胡思乱想 他可是祭司啊 一个成熟的男人 绝不会随便提醒偷吃女人的话语 本来男人信不信都无所谓 但乐威林居然鬼使神开又扯离动 我跟佩特伦大人喝完茶 正要回去的时候晕倒了 他只是照顾了我一晚上 听到晕倒比赛课再也听不定其他 鸟切担心脸关心女人的身体 毕竟昨天乐威林的脸色看起来确实不太好 那你去看医生了吗 现在身体好点了吗 此言一出乐威林又占据了上方 我的身体状况为什么要高了 仔细一想 男人居然连他去了哪天了谁都知道 这也太吓人了吧 我拜托你请从我眼前消失 丢下这句话头也不会走远了 男人还想反驳些什么 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两个人的关系里 更爱的那个人总会是输的一方 他无奈抬起头柔声道 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 你去参加马术会吧 我会把赛克也带过去 听到这个名字瞬间 他猛地停下了脚步 在听说女人昨晚跟别人共度一夜之后 大清早男人醋坛子翻了一壁 第一时间抵达战场 可面对男人的质问 女人始终拒不承认 并且还以要从男人眼前消失威胁于他 文言男人是真的怕 从小到大每次吵架就没赢过 这次也毫无例外他先服了软 你去参加马术会吧 我会把赛克也带过去 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 女人心里终于泛起了一丝连漪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马术会举办当天 有头有脸的贵族都会受邀参加 等了很久还没见到赛克的勒威林 一直闷闷不闷 相比皇帝对妹妹身体的关切 继母帕梅拉则是一阵冷嘲热口 看来公主最近对王室的活动 有很多不满了 每次见你表情都不太好 面对勒威林的解释 她是谢都不谢于理会 得知妹妹没有不舒服皇帝 这才松了口气 哥哥的关心一直都是 她在这冰冷皇宫的最后一丝温暖 可勒威林的好看笑容 让皇帝直接压巴呆住 勒威林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呀 说话的同时脸却不自觉红了一点 见状帕梅拉瞬间怒不可 大喝了一声勒威林的名字 刚刚还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兄妹 二人一脸猛递 太妃握顶拳头试图让自己老公下 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公主既然来了 不如就亲自参加马术大会 皇帝本想说些什么制止母亲 却被帕梅拉的自言自语打断 要是一项不参加活动的公主 参加了马术大会 我这个做母亲的也会很高兴 闻言身旁的侍女心领神会 跟另外一个侍女点头示语 一场蓄意已久的阴谋即将上演 只见帕梅拉手下的所有侍女 静止朝勒威林走去 在她面前停下身体站的秉持 我们可以期待您的表现吧 我们会陪同公主殿下的 这一行为令勒威林翘眉眉眺 区区伯爵家的小姐 什么身份什么地位 竟敢俯视一国公主说话 不用想都知道出自谁的手笔 勒威林鄙夷的气了一声 既然你们想玩我就陪你们玩玩 路上他们还嘲笑她穿以前的衣服 袖子看起来都有点短了呢 可闻言勒威林只是邪魅一笑 还不是因为我的那些婢女 还没学好规矩才会发生这种事 这下还那帮是女乐了 天呐 公主殿下的意思是贴身伺候您的都是婢女 话音刚落她秒切除除可怜小白花 虽然挺遗憾的 但事实就是这样 没有人愿意做我的侍女 文言宗毛一脸得意表示 能侍奉公主殿下对于贵族来说 可是件光荣的事 不管怎么说 公主殿下身边要有侍女 才能展现王族的身份了 所以说呀 不如伯爵小姐来做我的侍女怎么样 突然的邀请下的小宗毛 只白手拒绝 急忙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罗雪伯爵的夫人 曾经可是我母亲的侍女 你怎么会有不足的地方 见宗毛如此吃别她就放心了 毕竟罗雪伯爵家靠坊之夜 积累了巨额台 她大概死都不愿意做一个 没有前途的公主的侍女 见同伴手足无破 另外两名侍女暗戳戳寻思着结果 那我们就不耽误公主殿下的时间 公主殿下希望您玩得开心 丢下这句话一溜烟跑远了 小样 还治不了你了 可她连驯服的马都没有 这是不争的事实 差点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坠马真心 思索间一道熟悉的男生叫做她 是许久未见的特里斯坦骑士团长 今天的她跟以往任何一次见面 都很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穿了骑马装的缘故 她的肌肉看起来比平时更明显了 呼之欲出的腹肌看得她口水流了一笔 但是男人大腿的一侧却很是微妙 难道是逢错了 正这么想着 却被男人突然的呼喊打断 还没从冲击中缓过神来的她 竟鬼使神差说了一句 这衣服真的很适合你 惊得特里斯坦变身忘在想里头 一不小心竟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本来一直都对特里斯坦很是冷淡 现在突然说衣服很适合她 她想死的心都有了 被夸奖了的特里斯坦 反应着自己的身体 是吗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许久未见的平民骑士 此次赫然以贵族身份出席了马术会 一身骑马装成功凸显男人完美身材 就连一向对她爱搭不理的公主 也看亚马呆主 更不要说那些爱饭花痴的贵族小姐 原来特里斯坦这次会特批获得准男爵爵位 一直有所顾虑的贵族小姐们也不再矜持 纷纷放下身段邀请特里斯坦指点马术 但男人满心满眼都是公主殿下 对于其他女人搔手弄姿的邀约 她都毫不犹豫一口挥拒 我认为没有比因为快乐而忘记本分 更愚蠢的事情 对于把日常里一看作是生命的人来说 就更是这样 小综毛被突然的内涵对得哑口无言 原来刚才是你们对公主做出的不礼貌行为 都被她看见了 此时的她对这帮所谓的贵族小姐只有厌恶 忽然她朝勒威林的方向看去 公主殿下如果要骑马的话 我可以侍奉左右 突然被cue的勒威林一脸猛逼 她现在无比后悔 刚才说了特里斯坦衣服很合适的话语 一直以来为了不连累特里斯坦 她都提醒自己不能跟这个男人有太多交集 可眼前的情况又不容许她直接拒绝 因为刚才的事情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贵族 她手足无措看向特里斯坦 可男人还是一脸执着的样子 就在她焦头乱了之际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男生 是比赛克 她终于来了 勒威林一脸黑鲜 邀请她来的人却到现在才姗姗来吃 另外一边的贵族小姐又饭起了花痴 天那是埃蒙达特公爵大 果然像传闻中那样高贵而又俊敏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比赛克瞥眼盯着特里斯坦一顿酸言酸语输出 库里森特还真是一个有爱的国度 不仅用人不挑 而且现在都可以给廷名授予爵位 这波操作直接给勒威林看无语 您来找公主殿下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和公主殿下先约好了 所以现在来找她 你来找公主殿下又是为什么 谁也不肯让步的样子 那叫一个剑拔弩招 随后两人忽而骑刷刷转头看向勒威林 似是要让她做出选择一般 勒威林看得直叹气 现在的猛男都这么幼稚的吗 埃蒙达特公爵非常感谢你之前说 要带我去看马的圣经邀约 我现在答应了 就在此刻比赛克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拉着勒威林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女人接下来的话 直接让他当场上演笑容笑诗术 但是我不能让公爵大人做驯马的粗活 所以特里斯坦大人也一起去吧 于是乎就有了现在的情景 他才不会放任比赛克拿赛克当借口不来 听说扎卡特族人从会走路开始就能骑马 文言特里斯坦放声大笑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特里斯坦笑得这么开心 原来这种传闻男人已经听了无数次 但刚出生的孩子腿部是没有力量的 自然也就不可能骑马 一番解释令勒威林有些许的尴尬 可两人友好的交谈在比赛克看来十分扎眼 于是他不怀好意问的 那么特里斯坦大人你们是从几岁开始骑马 面对比赛克的无礼谎问 特里斯坦秒切扑克力 淡淡回到出生过几年就能起来 冷漠的态度让比赛克瞬间浮大 这个臭小子真是欠揍 可乐威林却信誉为真 不禁感叹那也太厉害了吧 还是第一次听到公主的夸点 特里斯坦开心的俱眠威服 这个样子让吃了别的比赛克又吃了一瓶 特里斯坦贾亚德大人 你还真是一位忠诚的骑士啊 突然的夸奖厅的男人满脸问号 所以还请你好好辅佐公主殿下 这话的意思分明就是让他好好履行职责 不要语举 可特里斯坦只是邪魅一笑 这两人的争风相对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乐威林夹在中间表示很心累 灰灰 这声音难道是赛克 乐威林兴奋地丢下两人朝生远跑 不久就在一处树下看到了那抹心心念念的声音 他满心欢喜叫着马儿的门 赛克也竖起耳朵回应着女人的呼喊 乐威林迫不及待上前一把暴露了 我好想你啊 公主殿下您很喜欢马儿 所有的动物我都喜欢 这么有爱的情景看得两个大男人心快融化 你好久没骑马儿吧 不如趁现在骑一下 赛克似乎也很想让公主殿下你骑下 可因为好久没骑马儿 他担心自己骑不好 灰灰 他不骑赛克第一个不同意 我帮你牵着他 回头就看见比赛克已经来到了身后 被气的废柴公主竟是隐藏的马术高手 因为赛克的出现 一向低调的公主终于不再低调 一个帅气的高抬腿成功稳稳上马 上马后之前的诸多顾虑瞬间烟消云赛 原来他从小时候开始就经常骑马 顺手的感觉仿佛上一次骑马就在昨天 如果是赛克的话 他有绝对的信心可以骑好 原来赛克是小时候比赛克和他的玩伴 是一匹温顺的小马 但这只限于骑马对象是乐威林 对于其他人他向来暴躁 就连比赛克也挨了不少顿毒打 其实这样也好 等赛克长大了我就把他送给你 那时候乐威林的母亲也尚在人世 一切都是那么幸福 但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残酷 那段欢乐的时光再也无法回去 乐威林拉着江绳猛的朝会场中心奔去 即便前面有人也没有减速的意思 这一行为看得特里斯坦心惊肉跳 可比赛克却只是淡定看着 原来特里斯坦是五年前才到这里任职的 所以不是很清楚 但是其他所有人可都还听 那就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公主殿下才是全场的焦点 果然众人的眼球全被乐威林洗 就连继母帕梅拉也不例外 因为乐威林展现出了非凡的高难度马迹 一个漂亮的跨栏后稳稳落地 在场的贵族能经个嘴巴能栽鸡蛋 我好像看到了五年前的公主殿下 虽然她现在是一位被抛弃的公主 但是如果没有那件事 那公主殿下本应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那一位 比赛克的视线一直追随着乐威林 虽然自那以后 她一次都没对她笑过 但这也许是她最好的选择 忽然间一道玻璃碎裂的声音不合时宜响起 望着出镜风头的妓女怕梅拉再也做不定 她气得浑身颤抖不止 乐威林一阵忽然的咆哮响彻天机 只因乐威林破坏了她的完美计划 这次马术会的主人公 本该是艾波莱伯爵家的女儿 她本想让那位小姐在马术会上脱颖 这样就能把死板的艾波莱伯爵拉入她的阵营 毕竟在布里温公爵回来之前 她得快速培养自己的势力才行 可现在竟被一个被弃的公主 看公主殿下熟练驾驭那匹大马的样子 真是净显贵族风范了 是啊 即便她被抛弃了也依旧是公主啊 这些赞美的言论听得帕梅拉咬牙切齿 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杠铃般的笑声 原来是她那不值钱的傻儿 是汉样看得她心里咯噔一下 她绝不会放任让皇室蒙羞的事情发生 无论如何也要想想办法 可现在还不能除掉乐威林 毕竟她是布里森特唯一剩下的王子 要是除掉她 可不止一两个人会颠覆这个国家 更何况比赛克公爵还站出来说要维护她 埃蒙达特比赛克 要不还是把那个家伙赶出去好了 可比赛克公爵家是唯一能与布里温公爵家抗衡的家子 此刻的她绝不能轻举妄斗 这样看来 还是要灭一灭乐威林的威风才行 没错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士需要教育一下 细行余色的她不禁露出一抹坏笑 可儿子突然的呼喊却吓得她一个机灵 母亲请不要伤害乐威林 好久都没看到妹妹这个样子 我还想多看看 怕没拉气的眼皮抽动了不准三下 这臭丫头在儿子心里 竟比她这个老母亲还要重要 无论如何我也要想办法治治这丫头 无论如何 女孩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成为这个国家的女王 然而这并不是她唯一的梦想 埃蒙达特比赛克 你要成为亲王一直陪着我 你不可以离开我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同样心悦于她的小男孩此刻无比开心 毫不犹豫一口答应 那我们约定好了哟 就这样美好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了五年前 男孩亲手将女孩的母亲送上断头台 并从此悄无声息消失了五年 五年后的今天 长大后的男孩以王国英雄身份 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 这一次 他定要帮女孩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于是他接受了格特林格侯爵的邀请 进行了秘密谈话 格特林格侯爵家乃是五大名门望族之一 而格特林格侯爵则是一位 兼具精准判断力和严谨洞察力的大人 有传闻说格特林格家族的选择总是对的 因此格特林格侯爵还被称为贵族们的精神之中 说说吧 你是为了扳倒国王和王太妃 拥护公主才做这些事的吗 这么过激的话 可不像是以谨慎闻名的侯爵的作风 王太妃并非愚钝 他应该已经察觉到了 其实对比赛克而言 太妃不管怎么样都无所 只要除掉布里文公爵一切就迎刃而解 年轻人血气方刚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万事还是低调一点比较稳定 所以说 公主有这个意向吗 他的语意不是已经折断了 可比赛克居然一笔正经回答还没有 老谋深算的格特林格侯爵吃笑出声 公主殿下近些年来为了生存下去 对别人的关心总是无比排斥 他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无害 才故意这样做的 怕没拉到还好 要是布里文公爵镇压完叛乱顺利归过的话 公主不见得还能安然无恙 到现在为止公主都平安无事可以算得上时期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比赛克又怎会不知 公主还没有那个意向 那你打算怎么办 可比赛克却让他不用担心 他很快就会让公主有这个意向的 看来你要成为打造女王的人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了 他也不打算藏着掖着 这条路上他需要得到格特林格侯爵家的支持 可对方却建议他去找公主曾经的好友 桑德布兰伯爵 那位小姐可是最终战胜弟弟 成为了伯爵家主的存在 其实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他跟那位小姐也很相熟 可格特林格侯爵却突然摇起头来 此次会面临他十分失望 原来他邀请比赛克过来 本是想确认一下公主的意义 没想到这一切竟都只是男人的个人行为 可比赛克只是邪魅一笑 您都已经知道大概的蓝图会怎么化 怎么还这么说呢 给我透露信息的不也是侯爵吗 文言格特林格终于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本以为他是个指挥武剑的猫 没想到竟还是个策略家 那有关莫德国绝佳的事 你打算什么时候下手 这是迟早的事 他抢走了本部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怎么能不找回来呢 公主对你应该有很大的怨恨吧 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好 但在公主看来 比赛克家族可是背叛他母亲的仇人 他很好奇 即便这样公爵还不放弃的原因 男人沉思了骗子 小时候公主跟他坐下约定的场景 不现了一脑海 想到这他漫不作声 哈拉一声我先告辞了 你还没从我这里获得什么成果就要搞了吗 再这样聊下去 恐怕只有我的情报被你知道了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当年先王妃被处决 她的母国为什么没有任何动静 被处决的可是泰瑟萨利亚高贵的公主殿下 就算因此发动战争也不奇怪才对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因为泰瑟萨利亚和布里森特不一样 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而已 跟他约定了会回来的男人 大半个月却毫无消息 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来过 该不会是说完要帮他吼 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吧 而且可能是上次起码太过刺激 最近的生活让他感觉太过无聊 人是一种有欲求的动力 这句话说的果然没错 本来身体没有阴烙印而产生炙热感 他就应该谢天谢地 可现在他反倒老是想干一些其他的事情 骑马的时候仿佛就像回到了过去一样 但是只要他稍微有点小动作 就会招来很多警惕性强的人的关注 上次在骑马场受到大家的关注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思索间却被一阵突然的呼喊拉回现实 勒威林急忙出门查看 只一眼他大脑荡机正愣在原地 因为皇帝哥哥此刻赫然牵着一匹马 出现在了他的寝殿外 原来巴斯蒂安看妹妹那天骑马特别开心 所以决定送妹妹一个礼物 我命人把你以前骑马的马场给打扫出来了 你可以去那里尽情地骑马了 文言勒威林一时欣喜地难以言表 对不起 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个 勒威林接过哥哥递来的江手 其实能这样他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这匹马虽然不是赛克 但他也很喜欢 有爱模样看的哥哥心头硬满 不禁让他想起了以前的事 原来小时候勒威林曾教过他怎么骑马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女后 小皇子东张西望似是在找什么东西 原来他是来找勒威林的 于是他来到了王妃为妹妹建造的温室 没看到勒威林的他一直闷闷不乐 突然想起或许他会在马场也说不定 果然大老远就听到了马一声 飞开门的瞬间 之前的阴霾都被一扫光 只见小小的勒威林骑着马儿在跑到跟踪 自信模样连巴斯蒂安也看得摩不开 相较自己每次上马都会被摔下来 勒威林骑得又好又快 同样是王氏血脉 怎么我就这么笨了 难道因为我是私生子吗 真令人痛心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突然的发问吓了他一条 只见勒威林骑着马缓缓朝他走来 即便是出了汗 他身上也在闪闪发光 偷看被抓包的巴斯蒂安 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他甚至腿软的要靠抓着扶手才能保持站立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此言一出 勒威林和赛克皆是一头问号 见状巴斯蒂安更加语无伦次了 阿你是想要骑马吗 虽然男孩一直在拒绝 可最终还是输在了妹妹的热情攻势下 上来吧我会帮你的 不会让你摔下来的 他并不像母亲那样会大声吼我 也不像老师们那样会瞧不起我 他明明知道我身份卑微 却还是向我伸出了手 从那时起 心里有颗名为爱的种子悄悄萌芽了 可勒威林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种事 这让皇帝有些失落 对不起 我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了 其实他也能够理解 毕竟发生了那种事情 这种时候 我们就好像只是一对平凡的兄弟 本着安慰哥哥的心情 勒威林扬起灿烂微笑 谢谢您送我的礼物 真的谢谢您哥哥 这个称呼吓得他一个多 本想说些什么 可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最后只是简单回了一句没关系 哥哥送了他一匹马 理应要回离开队 可想了好久 却怎么也想得出送点什么 送他礼物真的很难 毕竟王国里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他 忽然间他想起哥哥喜欢喝茶 要不把之前别人送的喜有黑茶送给他 黑茶应该是放在仓库里 于是大半夜他只身一人前往了仓库 虽然早就听说别宫的主卧没有人送 但是也不至于一点人气都没有吧 而且平时都会开着的灯 今天居然都关上了 经常走的走廊现在也感觉阴森森的 不知怎地勒威林竟然有些害怕 就在这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他末地睁大了双眼 紧接着猛然回头 可身后却什么东西都没有 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可他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虽然没有脚步伤 但是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思索间地上的影子竟有一个变成了人 是的 他身后有人 等他回过神来却为时已晚 来人紧紧捂住他的嘴 将他进入 他害怕得浑身颤抖 使出全部力气奋力挣扎 终于摆脱那人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他语无伦次大声呼喊 意识到不妙的男人一个激灵 紧紧抓住勒威林的胳膊 朝他的脖子吻了下去 在看到女人紧后烙印泛起红光之时 男人嘴角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女人走在自家长廊上 竟被变态猥琐难尾随 当他发现时却以为时已晚 男人死死捂住他的嘴将他禁锢 似是知道他的秘密一般 低头朝他吻去 在看到女人紧后烙印泛起星红时 他露出了一抹阴谋得逞的笑 熟悉的痛感瞬间席卷全身 勒威林不受控制声音出声 浑身的力气也被同时抽干 见此情形男人眼神变得灵敏 不知从哪找来一块抹布系上女人的嘴 毫不留情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勒威林顿时吓得浑身颤抖 他不知道对方是谁 因为没有开灯的原因 也看不清对方的脸 眼睁睁看着男人将自己的衣服撕裂 羞耻感驱使他蜷缩起身子 可男人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撕扯 深深的恐惧感将女人笼罩 突然间男人手下的动作静停了下来 原来有人正在急促地敲门 随后男人冷气了一声消失于夜色 公主殿下您快回答我 是特里斯坦的声音 特里斯坦推开门就看到公主殿下 衣衫不整摊坐在地上 勒威林强装镇定将眼泪擦掉 回头看着特里斯坦叮嘱道 是个男人个子很高 衣着整齐 还能闻到干净的味道 还有他大概是认识我 特里斯坦本想上前先关心公主殿下 却被勒威林的继续发言打断 他逃跑的时候应该是从右边出去的 你快去追 公主既然都已经下达了命令 那么身为骑士的他也只能遵守 特里斯坦走后他这才放下戒备 无助地痛哭起来 将自己全程一团 仔细回想刚才那人的行为 难道他知道我身上有烙印 正当他猜想到底是谁时 身后一阵兮兮索索的声音 让他再次陷入了恐惧 难道是那个人又回来了 哪料竟是特里斯坦又折返了回来 原来他还是不放心公主殿下独自一人 于是调动了其他骑士去追 因为在他的心里 公主殿下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看着浑身不停颤抖的宫女 特里斯坦解下自己的披风为公主披上 你一定要抓住她 要是把她放走了 我就不能安心地在宫里走动了 您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抓到她的 得到了保证勒威林就没再说什么 只是简单点了点头 可他还是很好奇 为什么特里斯坦会刚好来这里 闻言特里斯坦急忙撇清关系 公主殿下我不是那种奇怪的人 我只是有东西要给您抬来的 可勒威林一开始就没觉得会是她 只是单纯想问而已 特里斯坦这才送了一口气 我先把您送回住处吧 可就在他搀扶公主起身之时 勒威林竟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摆 斯拉一声 本就破烂不堪的裙子直接爆肥 老天爷是在跟他开玩笑吗 好在特里斯坦足够绅士 遍过了头表示没看见 接着一把抓起公主身上的披风 由前向后将她裹了个岩石 最后还不忘打了个死结 就这样主仆二人一前一后 踏上了鬼请殿了 勒威林盯着特里斯坦的背影若有所思 他应该会想 早知道这样 为什么要拒绝让他坐我们步 一路上特里斯坦的步子都放得很小 因为他要照顾亮亮呛呛的公主殿下 好在住处离得也不远 不一会就到了 您快休息吧 我会在外面守护您的 一路上勒威林都表现得十分淡定 可就在特里斯坦关上大门之后 他终于卸下伪装 哭通一声瘫倒在地 将头后仰 努力不让眼泪流下 奈何这不争气的眼泪却流个不停 他索性不再压抑 放声嚎啕大哭泣 好歹在明面上我也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但在我的宫里 我竟然差点被侵犯 这太可怕了 好吓人啊 我快支撑不住了 差点我就沦为那畜生发泄的对象 刚刚我甚至都没法呼叫 想到这他府上刚才被亲的位置用力挠着 仿佛将他挠下刚才那件事就从不曾发生过一样 明明当初被黑魔法师设下诅咒 他都努力撑下来了 他想不通到底是为什么 要对自己做这样残忍的事 呜呜 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流个不停 母亲 埃尔皮尔斯 我真的好想你们啊 要是有人能给我一个拥抱 有人能来安慰我 有人能对我说句没关系 有人能保护我 有人能陪着我就好了 想到这脑海里竟浮现出比赛客的样子 他难以置信地睁大眼睛 然后猛猛摇头 只有这个人绝对不行 说不定以后还会再经历这种令人疲惫的事 难道我要一直独自承受这样的生活吗 有没有人 思索间却被突然地呼喊拉回了现实 原来是特里斯坦 他还是放心不下公主 异国公主竟在自己别宫惨遭灵路 要不是关心她的骑士刚好路过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与特里斯坦的预想不同 公主一路上都无比安静 没有抱怨没有忧伤 可就在安全抵达寝变瞬间 他一直紧绷的神经再也绷不住 就像没了母亲的孩子一般嚎啕大哭 充满绝望的哭声 就连送他回来的骑士也无法忽视 于是特里斯坦鼓足勇气 无视公主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的命令 将勒威林一把拥入怀中 公主殿下不好意思冒犯了 温暖的怀抱让勒威林并不想推开 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但是您似乎需要我 文言勒威林本想解释不是那样的 却被特里斯坦的满心安慰打断 我会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也什么都没听见的 所以您尽管放声地哭吧 是啊 他确实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可在别人面前展现脆弱并不是他的风格 看到公主隐忍着不发出声 特里斯坦看得一阵心疼 于是他上前轻拍着公主的肩膀 柔身安抚着没事的 暖心地安慰令勒威林坚守的城市轰然坦塌 高傲如他 却也在别人的面前放声大哭起来 我好害怕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我也发过誓 肯定会老老实实待着 为什么 为什么 愤怒的声音掺杂着哭腔 看得特里斯坦心碎了一地 他墨地握紧去 似是做下了什么重大决定 我会陪在您身边的 我会守护您的 文言勒威林突然转过身 眼睛里闪过一丝猜忌 我真的可以相信这个人了 其实他也不知道 但是此刻这个男人给了他足够的安全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懒得再想太多 伸出手回握住特里斯坦 特里斯坦大人 谢谢你 次日清晨 特里斯坦就急匆匆前去面神 却被白色骑士团长 德伊洛伯爵百般阻挠 原来保护公主殿下 这件事一直是归白色骑士团负责的 可昨晚公主却遭遇了那种事情 为了逃避责任 德伊洛竟已担心 有损公主殿下的名声为由 妄图制止特里斯坦面神 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令特里斯坦勃然大梦 于是两人发生了争执 虽然他深知白色骑士团 主要由贵族构成 同政治层面上考虑 在对待他们时必须更加谨慎 而且他们本质上就是王太妃的私兵 完全听命于帕梅拉 但不也正是因为只顾着给太妃办事 才使得公主殿下发生这种事情的忙 只有在这件事情上 他绝对不会退让 于是他不顾德伊洛的阻拦 搭搭搗远了 见状德伊洛急了 大声询问着公主那边对这件事的态度 本着公主绝不会希望将这件事闹大的开想 他承诺定会照着公主的意思办 可他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特里斯坦誓死保卫公主殿下的决心 我得把事情告诉陛下 闻言德伊洛三魂下丢了妻婆 急匆匆跟着追了上去 刚好就遇到扮王公出来的皇帝陛下 不合时宜出现的两人很快引起了他的终 两位大人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急事要比较陛下 德伊洛在此时惊叫出声 特里斯坦答应 可特里斯坦丝毫没有要理会他的意思 请陛下将今后保护公主殿下的任务 交由我们红色骑士团负责 您不用向所有红色骑士团骑士下达此项任务 只需把我一个人拍过去担任公主殿下的护卫即可 就像您第一次分配我职位时那样 皇帝很好奇他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请求 可特里斯坦却瞥眼看向了德伊洛 随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德伊洛团长让我帮他分担一些 最终他还是心软了 面对特里斯坦的不杀之恩 德伊洛连忙附和着回答的确如此 因为我想更好的服侍陛下您和王太妃殿下 对于德伊洛投来的感谢眼神 她是谢都不谢了解 两人拙劣的演技怎能逃过皇帝的法院 昨天公主的宫殿里出现了袭击者 已经被黑色骑士团抓住 闻言特里斯坦经的目瞪狗 那这么说陛下也知道这件事了 但是他是怎么知道 原来黑色骑士团是一支直接听命于国王的队伍 可黑色骑士团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去了别宫 还这么快就抓住了袭击者 我并非是一个不管自己妹妹安危的人 真是想不通 陛下是用了什么方法 还是说 她也像德伊洛大人一样想把这件事隐瞒下来 要是都不是的话 难道 细思极恐 被弃公主差点就被侵犯 尽管骑士团长已经第一时间追了出去 但还是被狡猾的小黑逃脱 次日清晨她去向皇帝禀报此事 可皇帝不仅早已知道 直属的黑色骑士团更是在昨晚就已将小黑就地挣扎 知道真相的骑士团长一脸目瞪狗呆 另一边的公主因为此事一直将自己关在房间 不管谁来劝说都不起作用 直至某天偶然得知庭院里的玫瑰花已经盛开 她才想得出来看看 没想到这样出来走走 心情竟也变好了一些 忽然间花丛里的一抹亮光吸引了她的视线 就在她伸手要一探究竟之时 那抹亮光竟然窜上了高空 奇异现象看得乐威林正愣一瞬 但很快那抹亮光就化作食物落到了她手上 原来是一封信 是艾勒尼尔寄来的 公主殿下您好 我离公区调查烙印的事已经有半个月了 现在才给您写信是不是让您久等了 实在是万分抱歉 虽然没有发现很多 但我也是有收获的 不过这些不方便通过书信告知您 还是等我亲自去拜访您吧 公主殿下 我很想您 乐威林握紧手上的信露出了久微笑了 虽然不知道艾勒尼尔发现了什么 但她已经开始期待她的到来 此时身后传来一阵密集脚步声 她默然转身 就看见以特里斯坦为首的红色骑士团在她身边停下 骑刷刷单膝跪地向她行动 从今天开始 我们负责保卫公主殿下 我们发誓 此情此景惊得乐威林嘴巴能塞鸡蛋 同那件事之后她就一直很不安 虽然知道特里斯坦指挥的红色骑士团肯定会保护好自己 思索间却被男人突然地发言打断 公主殿下 入侵者已经被抓住了 下时间乐威林激动得难以言议 你说的是真的吗 逃走的那个人被陛下的直属黑色骑士团抓住了 那 那个入侵者现在怎么样了 他当场就被处决了 听说是王公里的侍从 一直盯着公主殿下 趁没人的时候便袭击了你 听到这乐威林不禁眉头顶促 本来还想审问一下来着 可马上他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个权利 还是应该庆幸他已经被处决了吧 不过乐威林还是提出了疑问 保护陛下的黑色骑士团是怎么知道别宫有路精准 还将他抓住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特里斯坦 就在今早 他甚至不惜冲撞皇帝陛下也要发出提问 可皇帝不计疾死太监 皇帝都还没说话 他身后的侍从就忍不住指责了特里斯坦 幸好被皇帝及时出手阻止 看在你是在认真追究案情的份上 我暂且放你一马 原来他深知担任别宫护卫的白色骑士团做事松懈 所以作为哥哥 他很担心妹妹的安危 便偶尔派黑色骑士团去别宫巡逻 听到这特里斯坦想的却是兄妹情深 怀疑自己矛不过的 该说那一天我运气好了 我绝不允许再发生这种可怕的事 特里斯坦假亚德大人 你看上去是个尽知尽责的人 我相信你能保护好公主 我 巴斯蒂安 从今天开始将公主的护卫权交给黄色骑士团 文言乐威林大脑当机正能一顺 但很快就换做一副小女人样 原来哥哥他一直默默关心着我 他完全没想到哥哥会让黑色骑士团来选 以前的他是看不起哥哥的 虽然巴斯蒂安是个私生子 但他还是担心哥哥会威胁到自己和弟弟的地位 便一直跟哥哥保持着距离 这个哥哥应该也是知道的 可如今他不仅疼惜我 还如此在意我 虽然他总是装作不知道 但这花也是哥哥为我种下的 我没逃出宫也是因为他对我的好 所以我总对哥哥怀有愧疚之心 思索间却被特里斯坦突然地呼喊拉回现实 公主殿下 我们会守护你 绝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 乐威林思索了片刻 大家都起来吧 背弃公主深夜遭袭 虽然受到了惊吓 却也因祸得福 没权没事的他得到了皇帝的恩赐 一整支红色骑士团都被划到了他的麾下 可他不仅不感恩 甚至还很不屑 这一行为引来了众多骑士的不满 本以为跟着公主可以飞黄腾达 现在看来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刚才斗志昂扬的气势瞬间泄气 相比较去了王太妃那边白色骑士团的吃香喝辣 他们没有收到款待就算了 竟还要竖起耳朵听着公主的嘲讽 上次看他救助平民还以为会不一样 哪料于预想完全大相径庭 光是现在就已经能想象到他会有多难伺候 此时特里斯坦悄无声息来到保罗身后 突然地发声吓了众人一跳 只见特里斯坦手拿牌颁表怒视着这群家伙 保罗大人今天先由你去守护公主殿下 原来红色骑士团在王室骑士团中地位最低 大家虽然都是平民出身 但应该是怀揣着梦想才进入了骑士团 这样的一群人要是跟着勒威林这个背弃的公主 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于是出于为他们考虑的心情 勒威林不得不对他们恶言相向 甚至还以皇帝的指令必须听同为友 摆出了勉强接受他们的样子 这样的公主也只有特里斯坦能够预定 所以也只有她没有丝毫的怨言 第一次值班的保罗就经历了了不得的事情 原来勒威林被继母叫到了寝殿 里面一直传出物件砸碎的声音 就连一直对她有怨言的保罗都不禁为她捏了把汗 皇帝将红色骑士团画给了勒威林 太妃就将自己的木火发泄到她身上 你在马术会上那么胡闹我都放过你了 难道你忘了吗 可不管太妃如何都无理举办 勒威林都只是陌生听 这样的态度不仅没有平息帕梅拉的木火 反而让她变本加厉地觉得勒威林好欺负 既然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那不可能不知道那晚勒威林深夜遭袭 可她没有关心这个名义上的女儿就算了 竟还来这里大发神威 简直是够了 一直沉默的勒威林终于不再沉默 红色骑士团只是奉陛下的命令过来保护我 这段时间负责保护我的护卫出奇的懈怠不也是事实吗 文言帕梅拉瞬间怒不可恶 所以你现在是在怪我吗 甚至还口不择言讥讽她穿着寒酸 一点王族的样子都没有 所以你才会被袭击的不是吗 勒威林眉头紧促瞳孔避震 太妃怎么能心安理得说出这话 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 一件华丽丽的礼裙就丢到了她的头上 你以为你是谁 算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让我的儿子误会我 想让我变成一个不关心女儿穿着的母亲 我告诉你们都没有 听到这话她才反应过来 看来是哥哥让帕梅拉多关心一下我的穿着打扮 你给我拿好了 紧接着下一件昂贵的礼裙又丢到了她的头上 可这次她并没有那么心 锋利的饰品划破了她的脸颊 可即便是这样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只是静静将衣服取下 空气在此刻寂静 探清伤口瞬间 怕梅拉嘴角扯出一抹危险 不过片刻却疯狂大笑起来 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病态欢迎 看得勒威林一阵无语 我看这件裙子就特别好 所以这次陛下的生日宴也就穿她来了 也不需要准备什么礼 毕竟你也挑不出什么好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尽量穿得漂亮一点 你说呢 语气里却充斥着不容置疑的命连 在听到勒威林表示会照做 还保证不会给她丢脸之后 她才心满意足离去 对了 那件裙子非常昂贵 所以还请公主你亲自拿回去 不要交给婢女代劳 女儿差点被侵犯 可母亲不仅不关心 居然还落井下石说她活该 甚至恶意划破她的脸颊 而面对母亲的恶行 女儿一向不敢怒也不敢念 这次也是一样 首次护卫公主的保罗看见伤口瞬间 惊得嘴巴能塞鸡蛋 可面对保罗的关心 勒威林却说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这难道不是护卫的基本准则吗 一脸猛逼的保罗猛逼了一脸 眼前的景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王族居住的地方居然比平民的家还要杂乱 而且公主经历了太妃的恶言相向 竟然还是那么淡定 甚至就连裙子都不敢交给婢女拉着 而且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理所荣荡 难道平时也都是这样的吗 此刻屋外下着倾盆大雨 仿佛老天也在同情她的悲惨遭遇 紧后的烙印开始有些发烫了 但是现在还只是稍微有点烧 她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虽然艾伦尼尔在信里说不久之后就会回来 但是就目前来看 她得写信让她快一点回来才行 而过几天就是国王的生日宴 她是真的很不想去 怕梅拉还亲自给她准备了衣 说不定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难道我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落入她的圈套吗 受到连婢女都不如的待遇 她倒是还可以容忍 但是要让她成为大家口中的效果 勒威林还是难以接受 正想着比赛克肯定也会去咽回 就被门外突然的争吵下了一颗 大门猛的被人推开 原来是比赛克硬闯公主起变 勒威林 发生那种事情你为什么没有立刻联系 眼看护卫就快要拦不住 勒威林起身让人放她进来 并且潜退了四周的下雨 大门关上瞬间 两人一阵相看无语 最终还是勒威林率先打破了将军 可比赛克却默不作声 从他眼前掠掠掠 扑通一声探坐在沙发上 捂着脑袋若有所思 两久他才缓缓开口 我来是想问问你 那天在王宫里你遭到袭击的事情 这件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跟你又没有什么关系 文言比赛克瞬间怒不可遏 你和我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你究竟 话还没说完他默然顿主 你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可勒威林只是淡淡回了一句没什么 常有的是罢了 此言一出男人如遭晴天霹雳 常有的事是什么意思 过去哪怕你手指稍有些划痕 只要王妃一声令下 手下逼你们就一命无哭了 文言勒威林自嘲当时可真是夸张 他说一定要好好呵护你长大 就怕你伤到了哪里 为此我们是多吗 话说到这比赛课再也说不下去 故而勒威林瞳孔就算 只因在外雷厉风行的霸道总裁 此刻竟在他的面前红了眼 他难道是哭了 这个人竟然会哭 可马上他就恢复理智咬顶牙关 你以为你是谁 凭什么现在过来同情我 想到这他再也忍不住 大声质问怎么 你看到现在的我觉得很痛心 我可没工夫看你在这哭 给我出去 比赛克竟真的站起身 可是并没有马上离开 反而大步向勒威林靠近 距离公主不过一步处停下 伸手抓起女人的手 勒威林 我亲爱的女王陛下 这个称呼惊得勒威林正问一顺 随后不顾女人的反应 在她手背轻轻落下了眼 这一吻令本来就有些发烫的 勒威林更烫 从那时起 我就已经做好了不死的准 所以我不会让你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我会履行对你的承诺 我会抓住你的手 大门关上瞬间 比赛克死死阴沉个脸 此刻天空电闪没明 可以开始行动了 不远处的管家心领神会 我会让一切都回到他应有的轨道上 早已经叛变的竹马 竟无时无刻关注着女人的处境 得知女人深夜被洗 男人担心的快要疯掉 眼见心爱的女人 对各种伤害习以为常之时 她再也蹬不住 霍天荒头一次在别人面前 展现出脆弱的一面 她发誓一定要帮女人 夺回原本属于她的一切 此刻屋外风雨大作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被比赛克影响了的公主 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刚才被比赛克亲吻过的手臂 一直在隐隐刺痛 之前艾勒尼尔也说过 烙印感受到圣灵之力 就会开始反击 而比赛克身上 可是有神的赐福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乐威林现在不需要男人 烙印也能慢慢平静下来 她哭是因为同情我吗 还是说她觉得对不起我 不管她因为什么而流泪 我都没必要在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乐威林还是睡不着 为了忘记比赛克 这段时间她做出了很多努力 在心里一次又一次 扼杀掉了那个曾经的自己 那个期盼比赛克能回来的自己 可是现在 男人为什么又开始提起过去的事 让她再一次陷入混乱 明明在我最难熬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都不在 现在又说要和我结婚 又是要维护我 说得好像我真的是你的女人一样 这未免也太嚣张了吧 我绝不能原谅你 不对 是我绝不会原谅你 就算是为了母亲和艾尔皮尔斯 我也不能原谅你 我不会给你端空子的机会 绝不会 可今夜她又梦到了 与比赛克重逢的那个晚上 无助的她趴在温氏大口喘了粗气 内心祈求着千万不要被人发现 这时身后却传来一道男人的呼喊 公主殿下你怎么了 梦中的男人这次游了脸 比赛克的俊脸竟在咫尺清晰可见 对男人的渴求迫使她失去了理智 转身一头钻进了男人的怀疑 我很想你 突然转变的态度 让比赛克一时难以相信 下一秒日思夜响的女人 就开始撕扯她的衣服 比赛克慌乱问她这是干什么 可女人并没有回答 而是继续着手头的工作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讨杂 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比赛克提议公主换的地方 可面对眼前秀色可参的男人 乐威林只想做一件事 为什么 你不愿意吗 不是的 公主垫下我 没等她说完手 就被女人牢牢抓住 放到了一处隐秘地 现在的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拉起男人的手 轻轻印下一吻 从乐威林身上散发出的 阵阵魅惑香气 将比赛克全身包裹 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肆无忌惮索取着公主的一切 此刻的两人眼里只有对方 公主殿下我有件事想问你 你刚刚说想我 意思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没错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一直在等你 听到了肯定的答案 男人喜出望外一把 将女人拥不回 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一直在哭闹 见了面应该先说点什么 我觉得你肯定会怨恨我的 不对 即便你怨恨我也是好的 只要我们能再见面 一切都值得 那个 你不要让我再等待了好吗 你将是我的第一个男 文言比赛克有些许错误 看你这么能忍的样子 应该是有过不少经验吧 可真是令我失望啊 此言一出男人立即否则 我没有 公主殿下也是我第一个女 既然如此 公主殿下你别厚 本来为了公主的生意着想 这件事应该保密才对 但继续放任公主不管的话 比赛克又很焦急 于是他跟公主坐下了约定 等天亮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就正式向你求婚 希望你能接受 女人被继母划破了脸颊 可面对男人的关心 她只是漫不经心回答无所 这样的态度 惊得男人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 不过这件事也确实令人惊讶 毕竟谁能想到王室的人 能有这么幼足 女人的母亲已经被处刑 而继母的后盾却很强大 已经能分出胜负的游戏 继母也就不再需要想出 什么精灵策略来对付她 所以剩下的就只有这些幼稚的折磨 虽然伤口是怕梅拉针对勒威林 将红色骑士团耐入麾下而做出的警告 但她并不想让特里斯坦 产生不必要的担心 您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吗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所以说她才不喜欢有人陪在身边 之前身边的人就是偷偷看人眼色 然后离开的 虽然看到他们离开的样子 勒威林心里也不好受 但是她更讨厌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同情 于是她默默转移了话题 大人你之前不是说有礼物要送给我吗 一时没反应过来的特里斯坦 吱吱吱回答是一只幼鸟 勒威林大大的脑袋小小的问号 为什么突然要送我一只幼鸟了 原来之前公主说过喜欢所有的小动物 这么简单而又充满诚意的理由 听了女人心脏碰碰听 于是一个惊天大瓜脱口而哭 大人你是不是喜欢我 可预想的答案并没有到来 反而迎上了特里斯坦 阴到黑尘的脸 此时勒威林尴尬的只想原地去世 早知道这么尴尬就不问了 对不起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 没关系 之后空气陷入了季节 我先让另一名骑士来随行保护你吧 于是特里斯坦行完礼后统统离去 这波操作看得勒威林大脑当机 那句话竟让他不自在到要换一个人过来 我明明想要跟他保持距离的 但现在我是不是对他太疼意了 我到底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虽然成功将他的注意力 从伤口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但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了 没想到这时愤然离席的特里斯坦竟又折返了回来 双手背在身后似是在隐藏什么东西 他怎么又回来了 一阵清脆的鸟叫声起来 不一会儿一个精致的鸟龙就出现在了勒威林面前 里面关着一只五官聚集的白团子 这是什么 这是鸟 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它是鹰吗 鹰不长这个样子 原来这只小可爱是荷鲁斯 它是扎卡特族人驯养的鸟 传说是金乌鸦的手下 脾气很凶所以很难饲养 可勒威林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将这只生猛团子养好 因为特里斯坦之前养过 所以他承诺会教会公主 之后就是对这种猛情的一顿惨红屁书 滔滔不绝的样子令勒威林很是无语 直到一句话的出现 他才有了不一样的情绪 他的妈妈在孵卵的时候死掉 这幼崽是好不容易才孵出来的 虽然其余的都饿死了 但是这一只坚强地活了再来 瞧瞧 这鸟的身世跟它是多么的相像 这么珍贵的小鸟确定要送给我 您不是说喜欢动物吗 又是这句话 特里斯坦真的很迟钝 这么珍贵的鸟就应该留给自己 其实勒威林小时候养过很多动物 和他照顾过的动物 全都被父王杀了 但如今那个因为怨恨他而杀掉小动物的父母 他应该可以继续养了吧 而且这种鸟的寿命足足有五十年 对于鸟来说算是非常长寿 五十年的话也能陪在身边很久 到时候带着他一起去修道院 应该就不会感到孤独 想到着他终于接受了这个礼物 谢谢大人我一定会用心养他的 所以请你帮帮我 勒威林求人的时候翘脸微红 可爱模样竟让特里斯坦看待了 和之前不同的是 求助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胆怯 勒威林将手伸进了鸟笼 小鸟头一歪似是有了什么想法 靠近龙边用嘴跟女人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 这种貌似认主的行为让勒威林心发怒法 刚想跟特里斯坦分享这份喜悦 抬眼就对上男人恶狠狠的语言 不明所以的勒威林不禁打了个寒颤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这样 难道是不能这样碰幼鸟吧 可他明明完好无损 空气再一次陷入寂静 可在他看不见的瞬间 特里斯坦竟羞红了脸一脸享受 我会帮您的 就算您不说我也会帮助您的 文言勒威林先是一正 紧接着露出了满意笑容 这是一个药盒被递到了他的眼前 公主殿下这个您也收下吧 指着脸颊叮嘱勒威林记得擦药 勒威林机械般接过药盒点了点 这是一阵微风吹过 幼鸟鸟鸡鸡鸡寺是很开心般蹦跋着 很萌样逗得乐威林心头一喜 要是公主每天都能这么开心就好了 异国公主尽是个穷光蛋 就连衣服也只能捡继米穿剩下的 可两人的尺寸根本不一样 于是他只能让婢女帮忙把腰的部分收紧一些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喜爱打扮的公主 但是在皇帝生日宴这种重大场合 就算是为了护送他的护卫骑士们着想 也要好好打扮一番才行 毕竟要是骑士牵着打扮寒酸的公主登场 是会令骑士难堪的 等他收拾好门外的骑士早已恭候多时 眼前精心打扮过的公主 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就连一向对他爱打不理的骑士竟也看傻眼了 本来今天负责护送他的骑士应该是特里斯坦 但有个案件需要紧急调查了 于是换成了保罗 骑士是谁都无所谓 毕竟只是负责护卫而已 这时眼尖的保罗瞥见公主那没盖严实的伤疤 一股怒火油然而生 保罗所属的红色骑士团大部分都是有实力 却出身平民的普通人 因此他们从进入骑士团的那一刻开始 就不得不忍受各种压迫 人们总会拿他们出身平民 却进入了王室骑士团来说是 并以不懂分寸而找他们的麻烦 所以公主所遭受的暴力有多么诱人 甚至说是有多么残暴 他们都非常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 团员们才能将自己对公主的反感慢慢设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们喜欢公主 只是能理解他罢了 保罗本以为公主原来就是那种性命 没想到都是环境造成的 可也有一个奇怪的点 就算仆人们对公主出言不逊 公主也一次都没有责罚过 那公主身边的婢女受不了她的传言 是怎么传出来的 也不知道传出这话的人到底是谁 想得太过出神 竟一不小心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面对勒威林审视的掩饰 保罗吓得当场实话 汉流雨下说着对不起 见此情形勒威林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当做什么都没听见般回过了头 这种淡然的态度让保罗很是不紧 公主脸上的伤口就是被这件旅服上的装饰滑到的 就因为这衣服是王太妃吩咐过的 所以公主还是穿了 由此看来 公主并没有保护自己的意思 她只是放低姿态 默默地承受着这一气 难道团长也知道公主的这个想法吗 所以才会誓死守护在公主身边 皇帝生日宴会场日 哥哥祝您生日快乐 听到久违了的妹妹的声音 巴斯蒂安猛然回头 眼底是说不出的高兴 勒威林你来了呀 可勒威林去磨磨蹭蹭半天才开口 不好意思 我没带礼物就来了 可皇帝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序里 只要妹妹能来参加她的生日宴 她就已经很高兴了 这是一道满是机访的女生传 公主你怎么每次都不准备礼物 是继母帕梅拉 此刻正义脸得意盯着勒威林 明面上勒威林只能放低姿态道歉 可明明就是帕梅拉让她不要准 现在她的目的也达到了 勒威林又变成了众人的谈资 似是不贵 帕梅拉又火上胶油肝质问勒威林 你是因为王室给你的钱不赌 所以故意向我示威吗 不是的 可勒威林的忍让并没有让帕梅拉停止攻击 还是说公主对于过去那件事依旧是耿耿于花 这次勒威林并没有马上回答 原来在帕梅拉正式成为王妃的时候 巴斯蒂安也从数字变成了敌 当时为了庆祝巴斯蒂安的事 勒威林献上了水晶雕刻而成的金乌鸦 虽然这耗费了她所剩无几的全部财产 但毕竟这份礼物具有她承认巴斯蒂安正统性的含义 可继母帕梅拉不但不接受这份好意 反而毫不犹豫将水晶乌鸦打碎了 思索间巴斯蒂安的声音将思绪拉回现实 母亲您别说了 行吧看在你穿这条裙子的份上 今天我就大发慈悲地放过 我真的很满意你穿的这条裙子 文言的威林邪媚一笑 看来这裙子竟然是穿对 这时人群中传来一阵讨杂 启禀王太妃殿下和陛下 这孩子是陛下的骨肉 处男皇帝喜当爹 究竟尊都贾都 皇帝的生日宴上 收到一份重磅好礼 只见一位贵妇人怀抱婴儿 母子俩的出现很快引起一阵骚动 原来女人想趁着生日宴宣布一个真相 她将手上的婴儿高高举起 那我就鼓起勇气说了 这孩子是陛下的骨肉 皇室成员三连猛逼 难以置信一向低调的皇帝居然有个私生子 这对母子的出现令原本欢乐的气氛陷入了一片死寂 喜当奶的王太妃急于了解事情真相 一向温文尔雅的皇帝却在此刻大吼出声 你瞎说什么呢 皇帝的否认引得周围一片嘈杂 大家都在讨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乐威林十分了解哥哥 她一看就猜出两人肯定认识 原来女人是莫德加的威威安 两年前与皇帝相识 没过多久就怀了她的孩子 可既然如此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赶紧带着孩子出现 其实是因为害怕 怀了皇帝的孩子令她非常害怕 那时候巴斯蒂安就对威威安说过 她不想要孩子 要是怀了孩子的话 就会将她除掉 她害怕皇帝知道了就会处死他们奴子俩 这种单方面的诬陷气的巴斯蒂安破口大骂 可忽然间她想到了什么 转头看向默不作声的母亲 此时的帕梅拉表现得格外严惊 你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 是的殿下 本来大家都吃怀疑的态度 可当孩子转过头的那一刻 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这孩子一头浅浅的金发 白胖的脸颊 还有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 一切都跟皇帝是那么相当 可身旁的哥哥却还在极力否则 见皇帝是这样的态度 微微安极的眼泪哗哗 陛下我曾尽力侍奉过你 本来我只是想躲起来偷偷地抚养他 但是如果他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就那么长大了的话 那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 女人的说辞很快将舆论的走向偏向了他的那边 可王太妃只是静静拉起那孩子的脚 只一眼他便确认这娃肯定是他的亲孙 因为这孩子不仅跟皇帝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脚掌制的位置也跟皇帝小时候一致 你把头抬起来 你说你是莫德家的女儿 莫德家族在我还没成亲的时候 就帮了我很多的忙 这些我都还记得 从今以后 就封你为王子的母后了 此言一出 微微安终于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谢谢您殿下 真的太感谢您了 众人又开始窃窃私欲起来 这决定会不会太过草率 但是王太妃的话我们只能听从啊 巴斯蒂安此刻气得快要疯掉 可母亲只是冷眼看着他 陛下你既然是一国的国王 就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巴斯蒂安即便有再多的委屈 也只能打罪牙往肚子里吞 对了 还有妹妹 妹妹她一定会相信我 可抬眼却对上勒威林看出生般的眼神 她内心坚守的城墙在此刻轰然叹爛 不是这样的勒威林 你要相信我 皇帝的态度令怕没拉十分生起 这个窝囊废儿子真是改养了 只会跟他对着干 其实现在的情况 勒威林根本不好说什么 准确来说是不能说 要是那孩子成为王 将会成为勒威林继承王位的半本事 虽然她丝毫没有争夺王权的想法 但别人可不这么想 所以她怎么能随意开口 此刻的巴斯蒂安仿佛被全世界抛弃 眼看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 怕没拉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 看来陛下在生日宴上收到了一份大礼 请各位和我一起举起酒杯 这是国家的大喜事 让我们欢迎王子殿下 祝贺陛下 大家都在为讨好下一位王位继承人而高喊祝贺 刚好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心中的王子身上 他只不过是受到烙印的影响才说了那些话 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不过也好 因为那样他才可以在比赛课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伤害他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继巴斯蒂安之后又来了一个他的私生主 还能怎么办 我就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等时间到了就离开呗 等时间到了就离开 这样下去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所以呢你想让我怎么办 让我除掉那个孩子成为女王 不对在这之前 我是不是还要先除掉我哥哥才行 要是不这样 你是会死的 乐维林的情绪逐渐变得激动 不会我不会死的 只要坚持到25岁去修道院就可以了 你不会真的想要在修道院生活吧 内心的想法被看破 乐维林有些许吃惊 你到底把那地方想得有多好 才会对他寄予希望 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 那也比这里好 此言一出乐维林被比赛克避冬毒 如果那地方比这里还像地狱呢 要是压根就没有能确保你安全的地方 你打算怎么办 男人突然的话语让他挣了你水 在王权争斗中坦白 而不得不归缩于修道院的王族之中 有多少人已经变成了一句句尸体你知道吗 可想而知在那个无人问津的修道院里 实施暗杀是有多么人 即便在教皇的保护范围内 也还是有很多王族死的不明过来 这些你真的不知道吗 比赛克逼迫他认清现实 可作为公主 他又怎么会不知道 怎么可能没听说过这些 但是他就是想欺骗自己一下 如果能在修道院受到教皇的赏识和喜爱 巴斯蒂安哥哥能像现在这样关心照顾他的话 那么总归是可以安稳地过完这一生的吧 即便知道这可能只是自己的妄想 他也想在其他地方做自己的梦 而非现在所在的布里森特 未来教皇是否会照顾他还是个未知数 但就算能够受到教皇的照抚 他恐怕也无法脱离被暗杀的可能 自由安稳地度过余生 因为若是教皇失去权力或者一招归系 那他便将立刻陷入危险之中 可是这个地方并没有让他必须留下来的理由 也没有能够支撑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你明明知道王太妃有多么讨厌 即使这样你还是坚持要去修道院吗 虽然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安然无恙活到现在的 但是你 话说到这却被六威林突然地发言打断 你知道什么 此刻的他羞愧又气愤 他再也不想再见到这个男人 可眼尖的比赛克又怎么会轻易放到他 一把抓住女人的胳膊迫使他停下 就算你逃走 也不会改变什么的 可现在出现了一件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因为比赛克的触跑 乐威林紧迫的烙印发作升级了 强烈的疼痛令他不受控制尖叫出声 令人脸红心跳地呼叫吓得比赛克浑身一个机灵 直接僵硬在了原地 正准备询问乐威林的状态 可因为羞耻感作死 乐威林并没有给对方更多的机会 一六烟逃离了现场 此刻的他又想到了母亲行刑的那天 那日天空电闪的一鸣 王妃德尔菲娜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邪恶的恶魔 因此将对其处以死刑 那是面对母亲濒临死亡的凄惨景象 乐威林简直不忍之事 母亲曾经那盈盈秋水般的双眼 因为于青已经很难睁开 她那曾经给弟弟哼唱摇篮曲的娇嫩红唇 已经变得血迹斑斑 那曾经拥抱他们的温暖怀抱 也早已鼓受行销 就算不处以死刑 也像是马上就要死了一样 乐威林撕心裂肺呼喊着母亲 可回应她的只有呜呜 那时的母亲甚至都发不了声 这时她想到了父亲 父亲是一国之主 只要她发话的话肯定丢得了母亲 可父亲却直接无视了她的请求 甚至还扯出一抹阴森笑容 父亲的冷漠令人难以置信 乐威林你看好了 你的母亲最后到底是怎样的下场 就这样 乐威林被迫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死亡 母亲死后 她所生活的世界不再充满温情 而是变得冰冷残酷 在公共场合 父亲总会时不时抚摸她的头 但私底下 她对乐威林只有一副厌恶的表情 不仅如此 父亲还当着她的面硬生生 将曾经赏赐给她的珍贵之物毁掉 服侍她的善良男仆 也被安上了对公主包藏或新的罪名惨遭处罚 与她关系亲近的女仆 也都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就连曾经精心照料的小动物们也无一幸免 全部遭到了屠戮 而理由便是喂养她们会浪费国库财力 对她如此残忍的父亲 在帕梅拉眼里却是疼爱自己的丈夫 继母就喜欢看她无助痛哭的样子 她越是痛苦继母就越是兴奋 比赛克是母亲被处以死刑的帮凶之一 在母亲死后她便离开了王都 曾经关系亲近的朋友们如今也和她断了联系 弟弟阿尔皮尔斯也不在身边 这里就只剩她孤身一人了 如果把她过去的人生比作春天的话 那么她现在的人生则是毫无征兆略过了下去 直接进入了寒冬 应该说是陷入了比寒冬还要可怕的深渊 我想逃离这里 如果可以逃走的话 我真的想逃离这里 但是艾蒙达特比赛克 我一定不会向你寻求帮助 背弃公主落得如此地步 归根来讲都是拜继母所赐 偏偏这一身华服也是继母穿剩下的 顿时一股怒意涌上心头 于是女人毫不犹豫将那些宝石一把扯下 鲜血顺着指缝倾斜而下 母亲我到底该怎么办 这时身后闪现一抹黑影 您为什么站在这里发抖呢 因为经历了小黑事件 突然的男生吓了他一大跳 您受伤了吗 竟然是外出已久的佩特伦艾勒尼尔 可这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原来只要他想 不管公主殿下身在何方他都能知晓 其实再次见到艾勒尼尔女人很高兴 这是公主血流不止的手 吸引了男人的视线 您的手怎么受伤了 我拗不过自己的脾气 我脾气不好您是知道的 勒威林眼眶红红的 显然是哭过 人都是软弱的 而艾勒尼尔讨厌人类的软弱 但是他却不讨厌勒威林的软弱 至于为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难道是因为两人的处境相似吗 他如果能笑一笑 该有多好 来把您的手给我 我来帮您治疗好受伤的地方 勒威林听话将手伸了过去 可男人接下来的行为 却直接让他惊掉了下巴 因为此刻的艾勒尼尔就如同抖过一盘 舔视着勒威林的伤口 他想要制止男人的流氓行为 却被男人嫌弃话太多 妨碍治疗 接下来就是各种羞耻铁士 勒威林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羞的小脸一阵痛苦 圣洁的祭司若无其事 做出这种违背道德的行为 但为什么 就算艾勒尼尔做出这种行为 也毫无违和感 手上的伤口竟也奇迹般逐渐愈活 给您治疗好了 而且我尽可能的没有让胜利 影响到您紧扑的脑子 我来帮您擦擦 男人的温柔撩得他心脏砰砰跳 以后不要在外面做出这种事了 那您的意思是在里面就可以 文言勒威林当场实话 可爱模样逗得艾勒尼尔哈哈大笑起来 可突然间男人眼神变得凌厉 您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 慌乱中勒威林随口扯了一句 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滑倒的 就算艾勒尼尔温暖地对待他关心他 但他也不能毫无保留都和他讲 因为不论是谁对他来说 都是不会永远停留在身边的别人 这是五年间如履薄冰般的王公生活 让他体会到的事实 可男人却摆出一副伤心的样子 一脸猛逼的勒威林猛逼了一脸 原来男人看出了他在说话 就连路过布里森特的狗都知道 他的继母王太妃是如何对待他的 艾勒尼尔又怎会不知 一时间空气陷入了寂静 需要我帮您吗 帮我什么 所有的事 真诚而又坚定的眼神 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 这样的态度让勒威林正问一顺 不消片刻他又患上灿烂笑容 那么您能救救我吗 此话怎讲 您是有什么事吗 到房间里说吧 所以您是说您会丢掉性命 你以为修道院是十分松懈的地方吗 其实他也知道不是 但确实有很多王独在修道院遭到了暗杀 可能一开始警戒会很森严 但时间长了 总有一天会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 而且教皇也不会保护他一辈子 可我是不会让您死 艾勒尼尔又说这种漂亮话 虽然知道是玩笑 但勒威林也很开心 看出了女人的心思 艾勒尼尔追着嘴一脸幽约 我说的是真的 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公主死定 而且能救他的方法有可能 就比如说 找一个替身 可这个方法马上就被勒威林否定 因为做替身的那个人会陷入危险之中 他不想那么做 这时艾勒尼尔眼神闪过一丝阴痕 不过就只是一瞬 马上他就换上招牌微笑表示 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居然说找替身 是个人都做不出这种无耻之举吧 您不必担心 万一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的话 我会帮您逃出修道院里 而且刚刚您也看到了 我帮您治疗得既干净又彻底 你有麻烦的时候 我都会像这样帮您解决的 爱了尼尔的话让他感到安心 虽然勒威林不打算完全相信 并依赖于他 但有的时候 他也需要有人对他说 没关系 我会保护你之类的漂亮娃 男人被女人的单纯逗乐 可女人却夸他笑起来的时候最漂亮 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 在看到女人终于释怀大笑之时 他竟觉得这份夸赞意外的还不错 被弃公主这个称呼 在圣国的祭祀之间也很流行 在五年前第一次听到女人名字的时候 他就对他感到好奇了 勒威林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被家人朋友乃至所有人抛弃的人 会是怎样的表情呢 一定很凄惨吧 但是他第一次见到的勒威林名老公 与他想象中那副无法走出绝望的样子截然不同 虽然他也会有锋利明打的一面 但并没有丢失普通人的样子 与性格扭曲的艾勒尼尔不同 勒威林正直善良 是即使曾经因为绝望而息息 也能重新发光的那种人 他是怎么能在对一切打到迷茫的情况下 还有能出满活力的呢 人本来就是那样的嘛 我第一次这样用心地去安慰某个人 第一次因为看到某个人哭而动了恻影之心 第一次希望能看到某个人笑 也是第一次觉得某个人夸我漂亮的样子很漂亮 难道我只是单纯地怜悯他吗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我的脑海似乎已经被勒威林占据了 这次出行他确实调查到了一些东西 召唤魔神 并借助魔神的力量向别人刻下诅咒的烙印 需要消耗相当多的力量 一般的黑魔法师无法做到 就算是佩特伦想要实现也有些难度 但是那些力量弱小的黑魔法师们 竟然能召唤魔神 还在勒威林脖子上课下烙印 那就说明一定需要相应的祭品 就是要把成有牺牲者鲜血的圣杯献给魔神 此言一出勒威林胃里一阵翻腾 这么一想 那时散发的好像就是淡淡的血腥味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在思考 您认为是谁缩使黑魔法师在您脖子上课下烙印的 缩使 他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想过 因为就算是想了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所以他才一直没有认真思考过 对方到底为什么要绑架你 还给您下了受情支配的祖宗 这个嘛 会不会是黑魔法师们一时兴起 可这个想法马上就遭到了埃勒尼尔的否决 绝不可能是那样 他们不惜牺牲了那么多人做忌品 一定是有把他变成这样的目的 此时的勒威林心乱如麻 不是因为黑魔法师们和魔神天性阴险而选择了他 而是有人故意让他变成这样 这么一想可真令人毛骨悚然 他从来没有思考过那场没事的本质 那人一开始为什么要抓走他 又为什么会给他刻下这种狗力 为什么不是让他癫狂或死亡的祖宗 而偏偏是情的祖宗了 我有可以解开祖宗的方法 勒威林就像抓住了救命到草班 问着那是什么 比如您遭受祖宗时牺牲了多少 那么解开祖宗时 就用相同的牺牲人数 想都不用想 这种残忍的方法绝对不行 或者除掉那个缩使黑魔法师 祖宗您的幕后妃神 居然还有这种方法 可是要怎么才能找出那个人呢 一开始他怀疑过王太妃 但是帕梅拉好像并未发觉他被祖宗的事 如果是王太妃的话 他会直接把一个罪犯送进勒威林的房间羞辱他 因为他就是想看勒威林店的亲自下见 还有一个不会是王太妃的理由 毕竟勒威林的母亲 就是因为与黑魔法师有来往 才被处以死刑的 帕梅拉绝不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她比任何人都想诅咒勒威林 但是若王族经常与黑魔法师往来的事 被传出去的话 实在是有损王室颜面 到时候受益最多的帕梅拉本人 也会被其他人怀疑 所以王太妃绝对做不出利用黑魔法师 去对付勒威林的事 我实在是想不出 还有谁会恨我恨到这种地理 说不定是因为喜欢您啊 无厘头的话语搞得勒威林一脑袋问候 他的动机有可能很单纯 比如是想和您同床共振 才做出了这些事 此言一出 他马上将目标锁定在了比赛克身上 比赛克曾对黑魔法师进行了大规模讨讨 所以对黑魔法师们有一定的了解 而且第一个与他同床共振的男人也是比赛克 可是比赛克曾多次表示要帮助他 那表情怎么看都不像在说谎 我实在是没什么头绪 想得有点累了 我也得去调查一下一千人以上死亡的案件 临走前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勒威林脸上的疤痕实在碍眼 我来帮您把脸上的伤口也处理一下 这次他直接使用了肾力 圣洁的灵力顺着血流一路向下 直至来到国梗处 一挣一些两股力量在体内相抗衡 勒威林顿时吃痛的惊叫出声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竟然失误了 因为伤口在脸上 所以治疗时胜利很难不影响到烙印 要不是勒威林知道他的实力 差点就信了男人的鬼话 爱勒尼尔分明就是故意的 果然很快男人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需要我帮您吗 圣洁的祭司竟以治疗为由 强行诱发了女人的祖宗 自警后烙印发出的刺痛瞬间蔓延至全身 见此情形男人却说自己失误了 可聪明的女人压根就不相信男人的鬼话 果然下一秒男人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公主殿下要我帮您吗 本就俊美的男人在魔神滤镜的加持下 显得越发阴气逼人 可乐威林马上就清醒过来 现在可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况且眼下门外还有护卫骑士在 没想到男人原本也没打算行那龌龊事 刚才就只是逗女人玩玩 奇怪言行叫人摸不着北 不过艾勒尼尔的出现让他安心了不少 这是不争的事实 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位值得感谢的人 又是帮他治疗 又说要保护他 还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 温暖地向他走来 乐威林内心按下决心 不会像以前一样轻易感到绝望 也不会再被外界所牵制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乐威林来找皇帝哥哥 却被侍卫拦在了门外 因为皇帝有令不见任何人 快去传话 不然我就等到陛下出来为止 这时却传来了巴斯蒂安疲备的声音 是乐威林吗 当他进来 明明是白天 哥哥房间内却暗如黑夜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萌动的景色 乐威林四处张望 寻找着哥哥的身影 很快他就在一处角落发现了哥哥 此刻的哥哥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疲惫颓废将他笼罩 看得乐威林大惊失色 巴斯蒂安就像犯错的孩子刚嚎啕的 一股屈辱感墨地涌上心头 乐威林不是那样的 我和那个女的不是那种关系 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话音刚落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其实就算哥哥与威威安共度了一晚 也说明不了什么 乐威林不会因为哥哥的私生活 而随意地评判他这个人 而且哥哥也不知道威威安会怀了孩子 可巴斯蒂安头摇成波浪 嘴里不停念叨不是的 忽而他咬紧牙关 即便嘴巴被咬出血也毫不在意 我是被强迫的 乐威林以为自己听错了 是母亲让我一定要有个自己的孩子 我像畜生一样被喂了药 所以我才会 话因为乐月威林被雷勒的外交领案 也就是说帕梅拉给哥哥喂了药 强行让哥哥和那个女人发生了关系 无耻行径简直令人发指 怪不得当时帕梅拉轻易地 就相信了那个孩子是巴斯蒂安的 毕竟那孩子的出生就是拜他所赐 他当然不会有所怀疑 很久以前帕梅拉就一直催促儿子赶紧结婚 可每次去找巴斯蒂安 都是以失败告终 于是他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 他以请巴斯蒂安平复心情为友 命提前打好招呼的是女端来一杯水 毫无防备之心的皇帝很快一饮而尽 本来刚开始也没什么感觉 可渐渐的他就发觉不对劲 当他反应过来被暗散之时 却以为是已晚 此刻的他心跳加速 一股燥热席卷全身 在帕梅拉一声声的呼喊中 逐渐失去了意识 要好像开始生效了 让他进来吧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殿下 朦胧中巴斯蒂安看清了女人 维维安在他面前脱光了衣服 知道真相的勒维林一时间难以接受 一个母亲竟会强迫自己的儿子 与一个陌生女人传宗接代 说到这巴斯蒂安情绪变得越发激动 吾吾 哥哥您冷静一下 我不想 不想吾吾 他无助将头埋进了勒维林腿上 我不想抢你的位子 我什么都不想 我也不想当什么国王 我一直在推迟结婚 好不容易坚持到了现在 没想到 勒维林抚摸着哥哥的手突然停下 原来是这样啊 母亲为了让儿子有个接班人 竟向对待牲口那般 给他灌了药 就这样儿子被迫与陌生女人发生了关系 可那天之后女人就消失了 而是到如今 那女人竟怀抱他们的儿子 再次出现在了男人面前 她接受不了 于是成天将自己关在房里 靠酒精麻痹 勒维林一直认为 虽然现在是和哥哥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哥哥始终是怕梅拉的儿子 而且她的母亲 也是因为哥哥的存在深受折磨 所以她对巴斯蒂安没什么感情 也没有特意琢磨过她的事 但现在想来 哥哥一直没有结婚生子 并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新娘人选 反而因为哥哥外貌俊秀 有不少邻国公主都来向她求过婚 如果她结婚并有了子嗣 那就会产生一股支持新王子的势力 勒维林本就处境艰难 要是再加上新势力的牵制 她恐怕会落入更危险的境地 所以哥哥是顾虑到她 才一直推迟结婚 但怕梅拉绝不会眼睁睁 看着皇帝一旦推迟婚事 甚至她还在 哥哥本该是最幸福的生日当天 公布了以那种方式出生的私生 原来在我水深火热的五年 巴斯蒂安也同样活在地狱之中啊 我竟然现在才知道这些 我一点都不爱那个女人 我 看着泪流不止的哥哥 勒维林再也忍不住 一把将巴斯蒂安拥入了怀里 你不需要对我感到抱歉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埋怨哥哥您的 您也不用再担心我 所以现在请您送我去修道院吧 可面对妹妹提出的合理要求 巴斯蒂安却歇斯蒂里喊 不行 我不允许你走 虽然当年哥哥承诺过 等个威灵25岁时 就让他去修道院 但现在的情况 根本熬不到25岁 你以为去了那儿就平安无事了吗 我知道你在这里很痛苦 既没有家人 还要活在我母亲的折磨下 你的痛苦我都懂 可如果连你都离开的话 我会孤独到无法忍受 害怕到无法忍受的 我有好几次都想逃跑 但是为了你 我都忍住了 如果你要离开的话 那我 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 无力地瘫倒在地 颤抖的手拳头钻得很紧 似是做下了什么重大决定 不如你留在这儿 搞垮我母亲吧 这句话冲击着勒威灵的灵魂 那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只有你能做到 从今天起 我放弃我母亲了 勒威灵求你了 求你留在这儿吧 作为回报 我可以让你见到 你最疼爱的BDRPRS 其实自从勒威灵的母亲死后 布里森特和瑟萨利亚 变成了敌对国 两国间不发动战争 已经很让人庆幸 可哥哥要怎么做 才能让他与远在瑟萨利亚的 弟弟见面呢 有可能只是一句 虚无缥缈的空话 阿尔皮尔斯我日思夜想的弟弟 真的会迎来 与弟弟的重逢之日吗 哥哥对帕梅拉 究竟是击挡了多少怨气 竟然会拜托勒威灵 这个同富异女的妹妹 去弄把自己的母亲 虽然就算去了修道院 一切也不会迎刃而解 但留在这里 也无法确保 真的能见到阿尔皮尔斯 而且他连自己的身体 都照顾过 现在甚至还要解开 这该死的祖宗 可是哥哥又不断地 恳求他留在这里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封批皇帝喜当爹 可他不仅不高兴 还与同父异母的妹妹联手 势必要搞垮自己的母亲 女人被哥哥的疯癫举动吓到 亮亮呛呛 走在回宫的长廊上 刚好遇到中犬骑士特里斯坦 公主殿下你怎么了 话因为洛勒威林 竟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大人我现在双腿发乱 你能扶我一下吗 明明是让他扶 可男人却直接将公主拦腰抱起 他为自己的势力道歉 可洛勒威林 根本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在夕阳的余晖下 两人美得像一幅画 特里斯坦盯着勒威林 若有所思 他让我别离开 什么 无厘头的话语 听得男人一脸猛逼 可洛勒威林 却没有再继续往下说 不消片刻便睡死了过去 其实对于骑士来说 搀扶昏倒的女士 是一件在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特里斯坦 仍然不习惯裸抱异性 尤其是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的睡颜 真的很可爱 愿谁都会忍不住 多看两眼 每当大家开玩笑 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异性时 特里斯坦都毫不掩饰地 鄙视他们 骑士可是发誓过成为贱的 问这种问题 简直是对骑士的侮辱 但是 上次公主殿下 问他是不是喜欢自己时 对他来说 那不是侮辱 而是指责 我为什么心里放不下公主 为什么我的眼里只有他 我希望他能注意到我 希望他能向我搭话 希望他能坦然接受我的帮助 并给予我温暖的视线 思索间却被突然的呼喊 吓了一天 是比赛克公爵 可这个时候 他来公主请殿做什么 特里斯坦向来不带点他 不禁皱了皱眉头 公主殿下睡着了 这样了 埃蒙达特比赛克 在公主艰难的日子 他从未露过面 现在却突然出现 还装作一副 与公主很亲密的样子 真是太可笑了 而且他还未经公主允许 就跟公主发生了关系 真是个无耻之徒 请您让开 我要送公主殿下进房间 这比赛克哪能答应 相比特里斯坦 作为公主靠山的 他送公主进去更为合适 可特里斯坦也不甘失落 我是公主的直属骑士 还是我来吧 特里斯坦假亚德 我之前就看他不顺眼 虽然他是一名客进职守 并且十分忠诚的骑士 勒威林在王宫中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也确实需要一个他这样的人 但是没办法 我就是瞧不上他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身体却很诚实 为了不影响勒威林休息 身为公爵的 他竟屈尊给一介骑士开门 特里斯坦将公主安顿好 却发现公主的身体 好像越来越烫 就在他纠结着 要不要教育衣食 勒威林醒了 疲惫说着自己没事 可花音未落 他就感觉 紧后的烙印开始发烫 可能是被特里斯坦 抱回来的缘故 此时的他有些后悔 早知道刚刚就应该 接受艾勒尼尔帮助 可现在夜已经深了 艾勒尼尔应该也已经睡了 这时他将目光 投向了特里斯坦 眼前不就有个现成的男人吗 如果我对特里斯坦 提出这种表情 他会是什么反应 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骑士 若我说这是命令的话 他会乖乖顺从我吗 如果我把他扑倒会怎么样 他会用那双厚实的手 捧摸我吗 感觉手法一定会很粗略 还有那微厚的双唇 想到这他感觉身体越发的烫 呼吸也变得嫉妒 特里斯坦大人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您尽管吩咐 因为男人长得太丑 女人竟幻想起了不可描述 就在身体快要暴走之时 他向男人提出了请求 身为女人的直属骑士 男人向来有求必应 就在这时女人露出了 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 乐威林同色泛起诡异光芒 一把抓住男人的胳膊 因为惯性 特里斯坦不受控制 朝公主身侧倒去 下一秒就附上了一个滚烫的锅 刚才还一脸猛逼的特里斯坦 很快就配合起公主 不知过了多久 她才恋恋不舍一开 可公主接下来的话 却直接让她惊掉了下来 现在我能再拜托你一件事吗 乐威林在此刻惊叫出声 她缓缓睁开眼 映入眼帘的是 特里斯坦近在咫尺的距离 公主殿下你怎么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在想什么呀 我怎么在想那种事 害得现在都不敢正眼看她 特里斯坦解释着 自己并没有轻薄公主的意思 只是想确认一下她的体温 乐威林这才尴尬转过身 我没有那么认为 其实反而是 她在脑海中轻薄了特里斯坦 因为烙印发作 她有些神志不起 谢谢你关心我 此刻的她再也不想 跟男人独斗下去 以换衣服为由 欲将特里斯坦制造 可思索片刻 她又忍不住问道 你可是骑士团团长 能像这样做我的护卫吗 文言特里斯坦脸色 就瞬间阴沉了下来 她以为公主在拒绝 自己做她的护卫 之前就因为 扎卡特族人的身份 拒绝过一个 难道现在又要因为 团长身份再拒绝她一次吗 乐威林顿事汗流雨下 狡辩着这次没有拒绝她 空气在此刻积极 就因为之前那样对待过她 现在都没法辩解 很快她便转移了坏 特里斯坦大人 你有恋人吗 不对应该先问 你有妻子吗 可这个问题还不如不问 特里斯坦本对阴沉的脸 现在更加难看了 冷声回答我是未婚 没想到这也能惨美 可乐威林分明记得 她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 抱歉 你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原因 所以才没结婚吧 我不应该问的 我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 只是不想结婚罢了 此时的乐威林 甘大地能抠出五十一听 怎么就偏偏问了这种问题 难道是因为烙印发作 所以我才只能想到这种话题吗 我好像是追问了你的私事 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特里斯坦突然地发言打断 您还是快睡觉吧 话都说到这了 乐威林只能委屈巴巴照做 特里斯坦行完礼就准备离开 故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然停下脚步 有件事要和您声明一下 我不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说话的同时眼睛 却死死盯着乐威林 突然地眼神杀 吓了他一跳 支支吾吾回答我知道了 特里斯坦这才满意点了点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离开的同事不忘帮公主吹灭蜡烛 其实乐威林也没有往那个方面想 而且现在烙印变得越来越烫 好像就要到达他的极限 不过今天实在是太疲倦了 应该可以睡着吧 特里斯坦出来比赛克还守在门脉 两人一阵相看无语 似是不放心眼前的美 特里斯坦出声提醒公主殿下已经睡着 那你向公主殿下说了我来的事吗 特里斯坦傲娇回答说了 可事实上他压根就没提到比赛克 不明所以的比赛克大惊失色 那他还是睡着了 是的 两人争锋相对的样子那叫一个幼稚 比赛克根本读不懂特里斯坦的表情 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争执间店内传来一阵乐威林的惊叫 怎么回事 我刚刚是看着公主入睡才出来的呀 他的第一反应是又有人潜入了房间 抄起家伙冲了进去 可当两人赶到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已经不能用常识解释了 男人刚走出女人的房间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尖叫 可他明明看着女人入睡了呀 难道是又有人潜入了房间 等两人抵达现场 眼前的一幕已经不能用常识解释了 乐威林此刻一种诡异姿势痛苦呢喃着 是我错了 求您不要动手 求您乐威林 幼稚二人组的第一反应是公主做噩梦 可乐威林的症状非但没有缓解 反而变本加厉 雪白的肌肤大片裸露在外 本着非礼物事的原则 特里斯坦身时转身 比赛客也急忙拉起被子给他盖上 乐威林一直泪流不止 乐威林求您放过那个孩子 他好像梦见了与过去有关的事 虽然特里斯坦之前就一直隐约感觉到 公主殿下有隐瞒的事情 我去找医生过来 请公爵您一定要守护好公主 他很自责 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好好关心公主 突然间传来公主殿下醒来的消息 特里斯坦猛然回头 乐威林已经坐起身来 公主殿下您没事吧 乐威林你还好吧 可回应两人的只有一片死寂 此时的乐威林瞳孔闪烁着诡异光芒 急促地呼吸令他身体剧烈起伏着 忽然间他朝比赛客的方向看去 于是在特里斯坦震惊的目光中 乐威林一把将比赛客拉向身前 环抱着狠狠砍地上去 一直暗恋着公主的特里斯坦 此刻感觉听到他 一脸猛逼的比赛客让乐威林等不下 可话还没说完 嘴巴又被一个滚烫的蠢堵住 特里斯坦在旁边目睹了一切 一直以来他都只有一个小小的贪念 那就是希望公主看向的不是那个人 而是自己 仅此而已 但现在他醒悟了 是他一直在误以为自己没有贪念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乐威林醒来只觉得好累 他对昨晚的记忆停留在了剑王哥哥 就昏睡了过去 紧后烙印的平静让他觉得奇怪 虽然还在隐隐约约发热 但是是可以忍受的级别 床头柜上的纸条引起了他的注意 是比赛客留下的 乐威林你起床了吗 昨晚你的身体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就回去了 你先好好调理身体 以后再联系我 可这样的话语只会让乐威林气愤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情需要见面 还让我联系他 搞笑呢吗 昨天晚上他确实做噩梦了 梦到了之前唯一陪在身边的婢女艾米利 继母怕梅拉下令不准乐威林吃饭 所以艾米利为了他去厨房偷面包 结果被人发现了 乐威林苦苦哀求父亲饶艾米利一命 可父亲根本完全没有听他的话 当着乐威林的面 一箭射穿了艾米利的头颅 那时的他真的快要疯掉了 从那之后 他就再也不做任何反抗 乐威林装作高冷的样子 其实就像一条被棍棒打到屈服的狗一样 趴在地上偷偷看着其他人的眼色 突然间婢女破门而入 吓得她浑身一击灵 难道现在的婢女都不敲门了吗 他们的礼节教育可真是一塌糊涂 从婢女口中得知 乐威林昨晚不仅做噩梦 还发了高烧 以赛克照顾到凌晨才回 那这封信就能说得通了 可现在比起这个还有一件及时 太妃邀您共进早餐 说是要迎接王室新成年 所以也传了公主殿下您过去 亲眼目睹公主奔向别人后 男人心碎了一地 一直以来他都只有一个小小的贪念 那就是希望公主看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仅此而已 可现在他幡然醒悟了 一切都只是他误以为自己没有贪念吧 乐威林刚收拾好出门 就撞见了守在门口的特里斯坦 可特里斯坦的状态看起来并不好 黑眼圈很重 整个人特别没有精神 他看起来好疲惫啊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提起昨晚乐威林浑身一颤 尴尬询问自己是不是吵到别人了 其实特里斯坦可以不用做到这个份上 毕竟他的职责并不是护卫 可男人并不这样认为 公主殿下您就接受我做您的护卫吧 实际上乐威林是害怕去见帕梅拉的话 自己狼狈的样子会被特里斯坦看到 忽然间他灵机一动 保罗大人 请把保罗大人叫过来 让他当我的专制护卫吧 闻言特里斯坦的心情再次低落下去 其实是因为除了特里斯坦 乐威林能叫出名的就只有保罗 他连人家的脸都不能确定 总之他是绝对不会带特里斯坦去那个场合的 又不是不知道帕梅拉会对他说什么 接下来就是一阵死忌 两久特里斯坦才缓缓答应 感觉他都快要哭了 等乐威林到达餐厅 帕梅拉他们已经开始用餐了 他对公主的姗姗来迟很是不满 公主总是迟到呢 闻言另一边的威威安笑得无比灿烂 母亲没关系的 面对乐威林的问候 威威安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轻蔑的态度让乐威林很是生气 那女人竟然摆出长辈的架势 不起身接受问候 这简直态不把他放在眼里 可转念一想和他计较也没什么用 乐威林强忍下怒气落作 哥哥好像还没吃饭呢 此言一出两人齐刷刷停下了手头的动作 空气陷入了一片死寂 虽然不是为了指责他们才说的 但他们知道昨天巴斯蒂安有多痛苦吗 最终还是帕梅拉率先打破了将军 乐威林你也是王室中人 对威威安好一点 还有不要随意对待你的侄子 说话的语气冰冷到了极点 即便心里万般的不愿 乐威林也只能恭敬回答之道 低头看到时务瞬间 乐威林惊得满脸黑线 他面前的汤明显已经变质了 再看看其乐融融的两人 看来只给了他这种变质的东西 巴斯蒂安会接纳你的 你也知道他不是个狠心的人 还有蒂安那个可爱的小王子 他肯定会接受的 只要你对他好 那剩下的都只是时间问题 多亏了太妃殿下您的鼓励 这才减轻了我的忧虑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 明显是把乐威林当空情了 原来帕梅拉把他叫到这里 就是为了搞这种明争暗斗 简直无聊透顶 可下一秒继母的话却直接令他破防 蒂安王子的房间就安排在那里了 阿梅斯特里房间 乐威林难以置信看向帕梅拉 对方早就准备好迎接他的愤怒 他气到浑身颤抖 母亲那个地方是 我弟弟阿尔皮尔斯的房间 是吗 既然是王子住过的地方 那么不也很适合给蒂安吗 可那个地方是陛下承诺过 会原封不动好好保存的地方 在每个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 而难以忍受的夜晚 乐威林都会去阿尔皮尔斯的房间 小小的床里被入 小导弹鬼经常玩的玩具 最喜欢的书 还有弟弟阿尔皮尔斯的画像 这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慰藉 所以呢 现在该改变了吧 因为迪安王子进来了 帕梅拉全然不顾乐威林的心情 以阿尔皮尔斯已经放弃 这个国家的王族身份 就不必非得留下他的房间为由 私自下令白色骑士团清空了那个房间 乐威林顿时瞳孔皱缩 已经下令将房间清空了 那弟弟的肖像话 只有那个一定不可以 继母一给小王子准备房间为由 全然不顾女人的感受 下令清空了女人弟弟的房间 可那个房间明明是皇帝 承诺过会原封不动的敌人 里面还有多年未见的弟弟的肖像话 只有那个绝对不可以 乐威林起身准备前去阻止 却被帕梅拉下令抓住 放开我 你这是在碰谁呢 争执间乐威林崴到了脚踝 刚好帕梅拉的人在此刻放手 不出意外摔了个狗吃屎 看着吃痛的小脸扭曲的乐威林 吃瓜二人组扑吃笑出声 乐威林这才惊醒 打从一开始帕梅拉叫她来这的理由就是这个 她应该是要向薇薇安这个新家人证明 证明乐威林这个公主在这里一无是处 而她这个太妃才是王公的实权者 是这个王公的主人 但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如果现在马上去的话 应该可以拿回阿尔皮尔斯的肖像话 至少要把那个拿回来 要不然总有一天她会忘记弟弟的脸 乐威林明白他们想让她做什么 尽管她会因此颜面尽失 但她不能失去那一切 于是乐威林跪倒在两人面前 卑微祈求祭母 求您留住那个房间 就在这时肩膀被帕梅拉的白色骑士拉住 下一秒那个不知死活的人 就吃了一记胖走 倒地发出的巨大声响下了乐威林一名 回头那人已失去了意识 于是在乐威林震惊的目光中 另一个人也被特里斯坦轻松制服 谁敢随便碰王族尊贵的玉体 此刻的特里斯坦愤怒到了极点 丝毫不留情面将手里的人打怕 继而缓缓朝乐威林走去 您没事吧 我扶您起来 这天神下凡般的出场方式 看得乐威林心脏碰碰跳 特里斯坦答应 此情此景气的帕梅拉破口大吗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特里斯坦甚至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在奉命保护公主殿下 我作为母亲在教育公主 这话特里斯坦可就不爱听了 如果您的教育会威胁到我该保护的人 那我就会保护他 区区一介骑士团团长竟敢这么跟他说话 帕梅拉气得眼皮抽动了不止三下 大声质问你是效忠于谁的 我效忠于这个国家与他的主人 也就是皇帝陛下 此言一出帕梅拉全身颤抖不止 音森森盯着特里斯坦不说话 这个表情勒维林最熟悉不过 在扭头看向一旁的特里斯坦 没想到他近一点退让的意思都没有 再这样下去 事情又会演变成当年那样 他不想看到特里斯坦离自己而去 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于是勒维林一把甩开了男人的手 特里斯坦贾亚德大人请你让开 突然的反转惊呆了在场所有人 你竟敢碰我 被背剑的扎卡特族的手碰我 感觉我的身体都要腐烂了 承蒙陛下的恩惠 我才勉强接受了你做我的护卫 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种事 快给母亲赔罪 就算你是愚笨的扎卡特 也不能如此一根筋地冲进来 一番操作下来 帕梅拉终于满意点口 你身为王国骑士团团长 到现在还不懂理解吗 一旁的保罗实在看不下去 公主殿下您说得太过分 可罗威林并没有因此停止言语攻击 你不用再做我的护卫了 以后也别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话可说到帕梅拉星巴上了 毕竟他早就看不惯一个被弃公主 却拥有一整个红色骑士团 可他们都高兴得太早 当事人特里斯坦还没发话 看着气喘吁吁的公主 他只是静静走到勒威林面前 无论您再怎么恶言相想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的任务不是听令于您 而是保护您 被弃公主惨遭继母欺凌 不仅有中全骑士出手相助 还有赴黑佩特伦强势加盟 恶毒继母又该如何应对 区区一介骑士团长 竟敢明目张胆跟王太妃作对 他不要面子的吗 当即就要将特里斯坦就地正法 幸好圣国的艾勒尼尔及时赶到 去做早间礼拜的人突然出现 打了帕梅拉一个措手不及 本想今天先到此为止 但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才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勒威林 于是他细经附体 佩特伦大人 您来得正好 请您替我向公主解释一下吧 我只是把那个最大恶极的 先王妃儿子住过的房间清空 将他改成狄安王子的房间 可是我一说起这个事情 公主就变得如此癫狂 佩特伦大人您也知道吧 先王妃被黑魔法师迷惑 后生出了何种事端 早就该把那个晦气的房间清空了 说到这勒威林的沉默震耳欲拢 她那点小心思 艾勒尼尔又怎会看不懂 艾亚娜确实是一个让人忌讳的地方 此言一出一脸 猛逼的勒威林猛逼了一脸 帕梅拉以为奸济得逞 不由地扯出一抹坏小 哪料艾勒尼尔自始至终 都是勒威林那边的 但我有一个疑问 您说要把恶毒的先王妃儿子 曾住过的房间改为您孙子的房间 那太妃您是出于什么意图 指定的那个房间 此言一出 帕梅拉大惊失色 牵强到处就觉得那里很合适 艾勒尼尔不由地暗自窃喜 恕我直言 难道整个宫中 只剩下那一个房间了吗 我觉得您不应该选择一个 说不定拥有先王妃的 并且让人感到晦气的房间 而应该选择一个 更能让王妃殿下健康成长的房间 下时间周围议论剩一片 纷纷揣测起帕梅拉的用途 或于舆论的压力 帕梅拉不情不愿给自己 找了个台阶下 这么一想还真是 可能是因为我太重视传统了 所以把注意力都放在 历代王子的房间上 十分感谢佩特伦大人 如此细心地为狄安王子着想 那就按照您的意思 将狄安王子的房间 换成其他地方 这对于勒威林来说 确实在好不过 哪料帕梅拉这个老六 在交谈的过程中 已经派人去了 阿尔皮尔斯的房间 他就是不让勒威林好过 虽然那些东西 可能都已经被清理掉了 勒威林顿时瞳孔地震 急匆匆朝弟弟房间跑去 要是连那个房间都没了话 那他迟早会忘记弟弟的脸 至少也要留下那幅笑笑话 等他气喘吁吁抵达目的地 那里已被帕梅拉的人占据 看着嘈杂的人群 他心凉到了谷底 发疯般朝里面冲去 给我让开 你们什么都别跑 不可以啊 哪料接下来的画面 却让他满心不足 竟是红色骑士团助手在房间外 来不及问原因 勒威林迫不及待进 虽然里面的东西散落了一遍 但是只要收拾干净就好 最重要的是 心心念念的弟弟的肖像话 也完好无所 这时特里斯坦姗姗来迟 原来皇帝陛下 曾经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若公主身陷危险要向他报告 于是保罗奉陛下之命 急忙请求了敬见 红色骑士团的几名骑士 赶到了皇帝的意识功 而特里斯坦则来到了勒威林身边 现在您可以放心了 颤抖的手 抱起弟弟的肖像话 就好像真的是抱着弟弟本领 幸好 真是万幸 平民骑士不惜跟王太妃作对 只为帮公主保住弟弟的房间 幸好最重要的肖像话完好无所 正当大家为公主高兴时 勒威林颤颤巍微微坐起身 咬紧牙关似是坐下重大决定 大声质问在场的众位骑士 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大家不由地瞪大双眼 他们帮了公主的忙 人群中唯独特里斯坦仍保持镇定 空气陷入一片死寂 你是笨还是蠢吗 王室成员们在用餐的时候 你不由分说闯了进来 而且竟然还敢与一国之母对峙 都是因为你搞砸了我们的用餐 被指责的特里斯坦还没发生 他身后的部下们却已忍不住 明明是团长大人救了公主啊 特里斯坦文言立即让保罗安静 可这谁能忍 刚才团长想救公主 却被对方嘲讽是卑贱的扎卡特族 公主怎么能这么侮辱王国的骑士团长呢 特里斯坦亲近抱起 让保罗够了 哪料保罗不仅没有闭嘴 反而指控勒威林没有资格受到保护 此言一出特里斯坦忍无可忍 差点赏了保罗一记大逼斗 就在这时勒威林突然大喊 他说的没错 请适可而止吧 我是真的厌恶扎卡特族 我不想被你这种卑贱之人保护 所以你就别管我了 说完这些勒威林大口喘得粗气 周围的骑士们咬牙切齿 暗骂他是个白眼狼 再次受到侮辱的特里斯坦表情阴暗 您以为您假装侮辱我 我就会离开您吗 还没等勒威林反驳 特里斯坦接着反问 您以为我不知道吗 同我当您的骑士的第一天起 您就故意说一些侮辱我的话 心思被戳破 勒威林一脸难以置信 您是担心我作为您的护卫骑士 也跟着一起遭殃 所以才故意说出那样的话 早在五年前 特里斯坦的剑术就十分了得 在所有的大战上 他都能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不过他出身于扎卡特族 而扎卡特族是融入到 布里森特的少数民国 到现在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差别对待 所以特里斯坦的成绩就更了不起了 那年冬天 他将所有的奖金都分给了村里人 因为他要去首都当骑士 之后他进了平民 也可以加入的红色骑士团 每天勤于练习剑术 因为王国兼有益赛获胜者的身材 加上入团仅仅两年就被提升为骨干 他的表现很快引起了贵族骑士的注意 闲言碎语自然少不了 可他对此毫不在意 某天他被骑士团长召见 安排去做公主殿下的护卫 要他在几周后举行的茶话会上赴助公主 紧握的拳头表明他真的很紧张 竟成了守护王国地位最高的女人的骑士 而他将会为了公主成为一把利剑 公主殿下会是为怎样的人了 一定是一位高会聪慧的人了 如果自己能得到那位的认可 他将为这光荣使命献出生命 时间很快来到茶话会当天 旁的黄毛就发现了公主的身影 顺着黄毛说的方向看去 海藻斑的头发雪白的肌肤 美得让人心惊 那位就是公主殿下勒维林雷文布里森特 也是她见过最美丽的女人 既然被安排做公主的护卫 黄毛提议主动去问候一下比较好 特里斯坦文言当即像是出故障 好在勒维林也发现了她 主动朝他们走了过来 见此的特里斯坦更加不淡定 幸好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 你就是这次他们给我安排的骑士吗 没想到公主竟然能认出自己 特里斯坦紧张的心脏砰砰跳 还想给公主留下一个好印象 头顶就传来公主的侵略笑声 你是来自卑贱的扎卡特族的平民 他们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我不需要像你这种出身低微的骑士 青年骑士第一次见到公主殿下 就被对方的美貌深深折服 还想借此机会给公主留下个好印象 可下一秒现实就给她来了当头一棒 当着所有人的面 公主贬低她扎卡特族的低贱身份 她才不需要这种出身低微的骑士 就这样特里斯坦无缘无故挨了一顿牛骂 却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 难以置信那个人就是她要保护的高贵女士 没想到她竟是这么傲慢的人 可是从那之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那些曾经瞧不上她的贵族们 对她的态度变得无比亲切 我会给扎卡特族的特里斯坦大人加油的 你实力如此强劲 出身什么的根本不重要 你别把那个蠢女人说的胡话放在心上 就连一向跟她不对付的那两个贵族骑士 在听说了公主让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出处的消息后 也特意找到她安慰她 甚至还让她有需要帮助的话随时开口 其实特里斯坦心里跟林静似的 那些人表面上是替她说话 但背后的目的却是孤立公主殿下 虽然那天公主的态度确实令她蒙羞了 但她并不喜欢听到别人说公主的坏话 思绪万千的她只是出来散散心 竟不小心迷路了 误打误撞来到了勒威林的别宫 在看清勒威林正冷瞬间 她做贼心虚般躲了起来 下一秒就传来了公主的责骂声 你又犯了和上次一样的错误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完美 你告诉我 是谁推荐你进入王室的 我不会放过那个家族的 你说你是因为家人生病了 才小小年纪就出来工作的吧 看来你家里人就是因为养育你 教导你才会气到生病 此言一出下特里斯坦一条 公主殿下这话未免也太过分了 你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就这样这名婢女被辞退了 她好像故意只挑一些 最能刺痛对方的话攻击对方 这种人不值得她跟随 特里斯坦不再犹豫 她现在就要去跟团长说 她不要再当公主的护卫 可下一秒身后传来的叹息声 让她不由自主停下了酒 回头就看见公主垂下了头 眼面一副十分痛苦的样子 看到这一幕的特里斯坦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皎洁的月光下 高贵的公主独自一人 露出这种让人震撼的表情 那晚之后 公主的那副样子 总时不时浮现在脑海 她只见过公主面无表情 或者发火的样子 但是那种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想得太入神 一向所向披靡的她竟失误了 最近的她总是魂不守舍 这也引起了好哥们的注意 她还是第一次见特里斯坦这样 是不是因为前几天公主侮辱你的事啊 我都说了让你别在意那些话 那个人只有外表是王祖 他所拥有的那点实力 还不至于给你带来什么坏影响 你听说那个传闻了吗 听说跟随公主的人都死了 这句话直击灵魂深处 她不禁怀疑起传闻的真实性 但转念一想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有一个将正妻处以死刑 并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冷眼相待的先王 还有一位喜欢博人眼球 性情残忍的华丽女人 她大概能猜到这中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 突然间她恍然大悟 这样的话公主对身边人恶言相向的举动 就都能解释得通了 她故意不让任何人留在身边 其实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免受伤害 自那之后 特里斯坦的目光就无法从公主身上离开了 虽然公主遭到所有人的蔑视 受到所有人的嘲笑 但无论何时她都摆出高傲的样子 亮出她的锋芒用来武装自己 女孩只是帮公主捡起了发带 就挨了公主一记大逼兜 猛逼的女孩猛逼了一脸 她不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 公主为何要那样对自己 这一幕被特里斯坦尽收眼底 只有她知道事情的真相 勒威林本来是要伸手去接她 甚至谢谢都说出了口 这时传来贵族们的呼喊 伸出去的手停在了半空 她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遭到了贵族们的指责 指责她究竟要对那孩子做什么坏事 小女孩刚刚就一直说想见公主一面 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去见了 想到跟自己亲近的人会遭遇的下场 勒威林咬咬牙狠狠给了女孩一巴掌 女孩手里的发带最终掉落在地 我不需要 你扔了吧 就这样女孩被父母领走了 而勒威林则拖着颤抖的身子 逃出了宴会厅 她会像不需要任何人一样推开所有人 而有时却会露出和那天一样的痛苦表情 特里斯坦也曾想过别再在意她 但她最终还是没能过头 就因为心疼她 感觉她的身体要垮掉了 感觉她就要消失了 终于把压抑在内心许久的话说了出来 特里斯坦不再掩饰内心的情感 她很后悔当年听了公主的话 一心想回到最开始的时候 这次她不想再被公主那可怜的侮辱儿子 我的公主殿下 您从一开始就没有侮辱过我 说这话的特里斯坦在闪闪发光 勒威林抱着画像的手紧 眼泪像绝地般不停外援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于有人理解她的两口用心 此时其他的骑士们震惊到无法动态 也就是说公主的那些野蛮行为都是在自我怀疑 而团长在很久之前就看穿了公主的用意 所以这段时间她才会这么待 虽然在太妃将公主的脸弄出伤口的时候 保罗就觉得奇怪 但他万万没想到他们之间会有这么深的矛盾 公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至亲 在这个世上只剩下令他思念的地点 他都忘了公主才是这个王宫里最弱小的存在 而他却说公主没有资格受到保护 就算我没有那种用意 我也的确侮辱过你 而且回到当初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知道我那么做的原因 你就更不能回到过去了 你是骑士团团长 你们红色骑士团与白色黑色骑士团不同 你们涉事不深且羽翼未封 如此势单力薄的你却顶装了太妃 你所带领的骑士团的未来会葬送在你手里的 就算你辞去团长一职 也有可能解决不了这件事 所以你还是向太妃请对去吧 你就和太妃说 你是因为过度遵循骑士精神 所以对公主产生了一瞬间的同情 这个方法得到了其他骑士的赞偿 毕竟他们继续跟着公主也是没有前途 下一秒就被特里斯坦打断 我不会谢罪的 此言一出惊的勒威灵瞪大了双眼 那他以前给他的好意都算什么 他深知特里斯坦之所以会来做护物 一定是因为他身边的骑士团中作本 让他表面上带着光龙的公主护卫骑士偷行 其实是想让他在他身边悄然腐烂 或是直接让他一命一辜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王国难得一遇的人才送来 他说出伟恶的话 他把刺激贵妇和特里斯坦的实力得到认可是两百事 他没有报答他的义务 可他为什么会如此等 既然知道这是一段灭云 那就应该自己滚蛋了 为什么要黏着他不懂 这时皇帝身边的事物关来了 公主殿下 陛下有事找您 特里斯坦贾亚德大人 这件事还没结束 你一定要来找我了结此事 因为佩特伦的介入 公主最终保住了弟弟的房间 可皇帝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觉得一切都怪自己 要是他去吃早餐的话 勒威林就不会遭遇这种事 可勒威林却不这样认为 多亏了哥哥他才对于饱足幸运 而且就连他都不敢直视恶毒的婆媳 他都不敢想象哥哥该有多么害怕他们 这时皇帝突然打翻了花瓶 口中不停谩骂着这些败类 凶狠模样勒威林还是第一次见 察觉到妹妹一样的眼神 巴斯蒂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视力 他发誓会守护好阿尔皮尔斯的房间 也会跟母亲说清楚这件事 他依稀记得那孩子十分惹人疼爱 因为勒威林的关系 他也把阿尔皮尔斯当作亲弟弟看待 要知道那个淘气包可 从来没将巴斯蒂安视为哥哥 其实他们两个都没有交谈过 而现在哥哥不仅还记得阿尔皮尔斯 甚至将他称为弟弟 这是哥哥在向他释放善意的信号 勒威林真的很感谢 一把握住哥哥的手 突然的触碰令巴斯蒂安大脑有一瞬的空白 带回过神来脸上悄然爬上了一抹不易觉察的火 难以想象会有勒威林对自己说谢谢的一点 不过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很好 回握住勒威林的鲜鲜玉手 你可能会认为我脑子不清醒 但其实我希望你能将母亲赶走 变回你从前的样子 变回前几天的马苏大会上 那个看起来无所畏惧的原来的你 闻言的勒威林眼睛惊成了鸡蛋 他又何尝不想 但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能力紧张 时间很快来到网上 李赛克听完了白天的事冲冲感觉 却被勒威林拒之门外 刚准备离开 一道令他十分在意的男生响起 竟是情敌艾勒尼尔在线抄袭 自从得知这人与勒威林同行共争 每次见到他就恨不得将其立即处死 但因为其佩特伦的身份 他又不得不有所顾忌 被赐服的那天 勒威林的视线始终无法从这家伙脸庞上一开 难道是被他那俊俏的脸所吸引了吗 说不定是这个妖里妖气的祭司勾引的勒威林 一通自我攻略后成功将自己激怒 佩特伦大人怎么会来这里 我是来见公主殿下的 你有什么事吗 不好说呀 艾勒尼尔的话里有话懂的人都懂 一番激烈眼战后 艾勒尼尔笑眯眯探出个脑袋 紧告诉公主殿下艾勒尼尔来了 两人居然已经熟到可以呼喊名字的程度 比赛克眼底的醋意不言而喻 酸言酸语感叹到两人关系可真好 都这么晚了还能见面 艾勒尼尔也不是吃素的 一句毕竟没有比公主殿下更有魅力的误 成功将比赛克气得半死 这个人和第一次见面是一样的晦气 他总觉得他那圣洁的微笑中绽放得不滑 两人剑拔弩张之锦 传来了公主今天不想见任何人的消息 艾勒尼尔摸着下巴自言自语起来 艾勒可没剩多少时间了 无厘头的话语听得比赛克一头雾水 下一秒艾勒尼尔转身离去 虽然他不知道佩特伦关心接近公主的目的是什么 但勒威尼偏偏偏选择了与祭司共度来襄 这一切的一切都很可疑 他傲慢的公主殿下 他到底该拿它怎么办 来了来了 万众瞩目的钟犬骑士终于上位了 因为紧后烙印的发作 勒威尼之走了前来探望的比赛克和艾勒尼尔 此时的他整个身体被热气重斥 因为魔神阿斯蒙蒂斯的作祟 每一分每一秒热气急速上涨 虽然他已经尽力靠喝冰水压制 但马上就要到达身体的极限 他也知道与艾勒尼尔共度一夜便能使烙印平静下来 但白天被他看到了丑态百出的样子 勒威尼实在没脸再见他 他不想成为一个连艾勒尼尔都觉得可怜的公主 可结果还是变成了那样 而且还不得不接受了他那种行事的帮助 不过没有办法 明天他还是得去找艾勒尼尔一趟 再忍下去的话 说不定他会失去理智 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发生那种事 一想到现在这一刻以后还会继续发生 他就绝望不冷 解决烙印的事已经让他苦不开眼 可大家还要把事情变得更加混乱 巴斯蒂安让他留在宫中 比赛克也说修道院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可他就是抱着逃离这里的希望撑了一天又一天 一阵敲门声将思绪拉回了现实 是特里斯坦贾亚德大人求解 他是来了结上次未说完的事 特里斯坦也一样 不管他做出怎样令他寒心的事 他都误以为是受了恩惠 所以像个禅人精一样赖在他的身边 正当他在为如何甩掉特里斯坦而头疼的时候 一个危险的想法悄然发了牙 虽然是个对不起对方的方法 但他现在只能想出来这个办法 不管周围人怎么劝他 他的目标充其量也就是住进修道院里 值得特里斯坦卖命的人 应该是有着光明未来的人 而不是他这个总有一天要逃跑的人 有着远大梦想的人 不适合做一名被弃公主的护卫骑士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特里斯坦的人生 将特里斯坦请进来后 勒威林命期秉退宫中所有的骑士 虽然有些许困惑 但特里斯坦还是赵总 因为受到烙印的影响 现在的勒威林更加按捺不住那颗躁动的心 在看到折返的特里斯坦时 心里的悸动越发的明显 所以你想过了吗 是的 我的想法依然没有变化 充满荷尔蒙的低沉嗓音 令勒威林情不自禁狂吞口水 你的意思是 无论你怎么得罪太匪 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保护我吗 在听到了肯定的答复后 勒威林再次确认 我可以理解为不管我下怎样的命令 你都会照做吗 只要不是抛弃明的命令 其他的我都会照做 估计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无所谓 他倒要看看特里斯坦究竟会听话到什么 怀着忐忑的心 转身直视对方的眼睛 那么把衣服脱掉了 意料之外的状况 打了特里斯坦一个粗不及防 我让其他骑士和避宁下去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完全没有预料到吗 你不是说会遵从我的命令吗 怎么 你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命令 虽然对特里斯坦感到很抱歉 但没有比这更切实的方法 特里斯坦是一位高尚的王室骑士 甚至还担任团长一职 如果将他变成发泄感情的对象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最恶劣的无语 他这次一定要让他知难而退 哪料特里斯坦不仅没有丝毫退缩 反而将腰间的配件拿下丢在地上 稀稀索索解下衣服上的扣子 出乎意料地发展下的勒维林浑身一颤 眼看特里斯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衬衫下精壮的肌肉若隐若现 勒维林这才意识到他是来真的 可是这不应该啊 为满足一己私欲 女人仗着自己公主的身份 命令骑士当着她的面板衣服脱掉 可当骑士真的脱了衣服后 她又口是心非让人家穿回去 但世上哪有这种好事情 下一秒一到惊雷就劈到了她的脑袋上 魔神阿斯蒙蒂斯浮现于续空 她的公主打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巨脸 魅惑的声音在勒维林耳边响起 你好好看看那个男人 不觉得他很秀色可参吗 你即将拥有这个男人 被蛊惑了的勒维林同色突然发生一变 鬼使神差迈开步子朝特里斯坦滚去 此时的他就像个提线木偶眼神孔 特里斯坦最后一块遮羞布掉落在地 随着眼神的不断下移 轰动的瞳孔突然锯了胶 虽然他知道特里斯坦身体强壮 但这也太吓人了吧 感觉被玩弄了的特里斯坦委屈极了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您尽管说勒维林文言心头一虚 但他更在意特里斯坦是不是受了自己的影响 哪料很快便遭到了当事人的疯狂 那是因为他自己过于心痛了 您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理直气壮地发问惊出勒维林一滴冷汗 本以为特里斯坦会对他表示烈士病逃之夭夭 可是他不仅忠实服从了命令甚至害虎开心 看着面露蓝色的公主 特里斯坦郁闷极了 难道是我还不足以满足您的需求吗 灵魂发问听的他双腿直哆嗦 与其说满足 这难道不会威胁到性命吗 磨磨蹭蹭的行径也引来了魔神的不满 现在他就来助他一臂之力 下一秒勒维林同色闪烁起诡异火光 一个剑步还住男人的骨子 上次特里斯坦穿起马装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人身材不错 现在看来果不其然 在确认过特里斯坦不会后果后 勒维林嘴角勾起一抹邪魅胡动 随着外衣掉落在地 勒维林的完美身材展露无垠 特里斯坦目光灼灼猴结鼓动 直到公主的肩带被解开 特里斯坦理智的线轰然断裂 开窍断将公主紧紧抱紧了怀里 一阵深情对视后 空气安静到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声 公主殿下现在请您允许我 他很开心公主不介意他扎卡特族的低剑身份 既然身体已经献给了公主殿下 那他希望能在公主身边永远守护 话音刚落空气陷入了寂静 那个 特里斯坦大人 这是你的第一次吗 突然的灵魂发问羞的他老脸痛苦 虽然不想承认 但这确实是他的第一次 眼看公主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特里斯坦害羞表示自己会努力的 七七四十九分钟后 勒维林身心俱疲进入了梦乡 特里斯坦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因为虽然公主选择了他 但他不知道公主是想让他放弃 还是真的渴望得到他的身体 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公主选择了与他同整共眠 他也并不奢求能赢得公主的心 与此同时的比赛克公爵辅 比赛克还不知道心上人又另立了良人 还在为收到各家小姐的礼物而哭闹 他深知他们都只是用花言巧语来诱惑自己而已 并不会称呼他为哀蒙 毫不留情将信件扔进了火炉 戴勒威林再次睁言以示日上三干 此时的他感觉身体畅快极了 烙印消失后痛苦也随之消失 现在就像陷入了幻觉的人一样轻松愉快 可起身就被眼前的场景下了一大条 竟是特里斯坦在床前跪了一页